硝烟猛地吐了口鲜血 这一招的威力 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灵力 灵力的衰退感 以及经脉 遭受冲击的那一种痛感 同时作用在硝烟的身体表面 让得硝烟 直接从天空之上摔了下来 看着面前那一具 被硝烟烧焦了的干湿 以及身前那被轰得 只剩下半截的傀儡 硝烟这才勉强 从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好在将这个麻烦的家伙收拾掉了 不过只见硝烟手掌 朝着虚空的方向猛然一抓 顷刻间那一片空间直接扭曲 旋即破裂开来 领寒老人的灵魂体 被硝烟硬生生 从虚空之中揪了出来 只见硝烟猛地掐住 领寒老人灵魂体的脖隔 此时那原本不可一世的领寒老人 也是露出了怯懦的表情 硝烟 一切好说 你若是对我出手 古神族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只见硝烟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冷冷笑到领寒前辈 怎么还在说笑 既然阁下选择了对本地出手 那便该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下场 我出来这大千世界本 不想惹事 可惜你这老家伙苦苦相逼 不过以后什么事情 也不能总对我自己出手 现在正是我需要一个傀儡的时候 你这灵魂体加上躯体 便留给我作为傀儡的材料了 不要 硝烟 你敢出手 古神族一定 未等到领寒老人接着说下去 领寒老人的灵魂体 以及躯体 皆是开始无果自焚起来 以硝烟目前的实力而言 完全可以将这一具傀儡 收入到自己的敌言之中 慢慢变化 只是时间相对于自己动手练制的 时间慢一点 硝烟服下一枚丹药 拖着身体 朝着深山的出口 往不离开 这里还是洛神族和古神族的交界之地 或不久 或许两边的势力 便会派遣强者过来调查情况 虽说洛神族对自己是有好感 但是保不齐因此 会和古神族发生矛盾 还是先到最近的一处城市 先把这身伤势养好了 不然的话 再遇到强敌 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为了隐藏自己的实力 硝烟这一次并没有选择飞行 甚至于在路上 都刻意隐藏了自己的气息 甚至于那些不主动找事的强盗 都不会因为硝烟而变成饥腐 再走了几个时辰的时间 已然临近夕阳 硝烟这才见到一处有人烟的城市 这里看上去 倒是和当初的乌坦城 有着几分相似之处 城中的人身体之中 并没有蕴藏多少灵力 硝烟一路走来 也只是看到了一些 实力达到了灵动镜的强烈 既然这样的实力 都可以在这里称霸的话 那么也就说明 这里并不是一处发达的地方 硝烟选择了一处相对僻静的客栈 自己需要一夜的时间来恢复 因为强行提升实力而带来的损伤 就当硝烟刚刚踏入店门的瞬间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似的 朝着一旁的方向望去 像是一个小女孩的哭声 硝烟定睛一看 是一个样貌极美的小女孩 正在被几个街头混合欺负 看着那小女孩的打扮 应该是个当地大户人家的小姐 身前还有一个贴身的侍女 只见那个侍女 挡在小女孩的跟前怒声说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 我们可是天成成云家的人 这是云家的二小姐惨了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可那些街头混混 似乎并没有把贴身侍女的话放在眼里 我们大哥可是血狼拥兵团的人 拥有神破镜修为的实力 就算是云府的那个老头 也得理让三分 我们把你们家二小姐抓走当大嫂 也是增进你们云家和血狼拥兵团的关系 不要进酒不吃吃罚酒啊 那些人的实力大多是在感应景 但是比起普通人的侍女 要强了不少 只见那为首的艺人轻轻一挥 便是将那侍女的木棍给打断了去 萧妍看着那云府的二小姐惨 虽然隔着面纱 但是仍然遮不住 那一种妖魅般的美丽绒眠 素白色的衣衫勾勒出其身材的曼妙 额头上的有一缕散发着奇异光芒的朱砂红点 以如今萧妍的阅历 已经年龄 自然不会对这种小女孩动心 但是看着这个小女孩 竟然和自己家的那个丫头 长得如此接近 萧妍轻吼一声 再见到萧妍 似乎是想要出手英雄救命 那几个佣兵团的人 纷纷将目光看向萧妍 小子 没你的事 给我滚 那为首的艺人 拿着巨大的狼牙棒 指着萧妍骂 看着萧妍满身伤痕的样子 那些佣兵团的人纷纷嘲笑 都伤成这样了 都还不忘英雄救命 可惜找错了地方 在这天沉沉之中 还没有什么是我们 血狼佣兵团不敢碰的东西 萧妍并没有理会那些人的乌言慧 只是接着说道 三夕之内 不滚 死 听到萧妍所说 那为首的艺人 直接被其激怒 脸上先是露出一副无奈的神奇 可下一秒 眼神却是变得十分凶狠起来 挥动手中的狼牙棒 朝着萧妍的方向目杂了下去 云府的人纷纷闭上眼睛 似乎已经看到了一桩惨剧的发生 再一次睁开眼睛 却是看见那拥兵团头目 在地上痛得直打滚 原本巨大的狼牙棒 也直接融化 成为了一滩铁水 落在地面之上 一起动手 杀了他 见到老大如此 其余人皆是纷纷朝着萧妍的方向 冲杀过去 但是萧妍 却是动都未曾动一下 目光所及之处 皆化走一片灰烬 不仅仅是在场的普通人 就连云府的人都是看傻了去 眼前的这人 竟然是一个强者 没事了 萧妍走到云府的人跟前笑着说道 但其刚跟彩儿对视之后 却是从他的眼中 看到了那个人的身影 只见萧妍猛地抓住彩儿的手掌 彩琳 还未等到彩儿去挣脱萧妍的手掌 萧妍体内原本还能维持的经脉 因为情绪的激动 直接崩裂开来 朝着身后倒了下去 待到萧妍醒来 已然过去了三天的时间 伤势的剧痛 以及恢复时期的养割交替 折磨着萧妍 只见萧妍猛地睁开眼 吓到了照顾她的侍女 旋即不久后 一众人走入到了萧妍所在的屋子里 那为首的艺人白发苍苍 气息平和 同其林立外露 可以看得出身体之中 应该是有一个类似于受破的存在 这应该就是神破剑 而这位老者 应该就是天成城的云家家主 老夫云妍 不知道小兄弟是何方高人 萧妍一想到自己的年龄 或许比起眼前的老者 还要大得不少 也不好意思 称自己是小子 严肖 似游人 只是路过天成城而已 云家主不用如此 萧妍将目光转向 那站在云妍身前 长相酷似彩灵的云家二小姐云彩说道 听到萧妍所说 云妍像是松了口气似的 微微点了点头 因为在此之前 云妍已然检查了一遍萧妍的身体 她发现 萧妍身体之中的灵力 根本深不见底 无视她这种层次能窥探的 若是萧妍对云家有半分敌意 或许都可以将云家血吸几十遍 严肖先生 应该是三天之境的强者吧 不然的话 不可能一招秒杀血狼庸兵团 那么多的强者 而且还不能被老夫察觉出来 严肖先生 真的是年轻有为 听着云妍的恭维 萧妍只是淡淡一笑 要是让这老家伙 知道自己现在是至尊敬强者 估计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云彩妍给萧妍的感觉 十分像萧妍以及彩妍 不知道彩妍小姐 是曾经得到过什么传承的 为什么我从你的身上 看到一层九彩色的薄纱 此言一出 但原本 躲在侍你身后 休于见到萧妍的彩妍 愣神了一下 旋即看向云妍 父亲 萧妍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触及到了云妍的什么眼睛 于是也将目光 投到了云妍的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从这个彩妍的身上 萧妍竟然感受到了彩妍的气息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彩妍除了样子 和萧萧彩妍长得很像 可性格却是截然相反 彩妍的性格 可是本女皇天下第一 哪里像眼前的这个彩妍 一般娇羞 甚至说 薛儿都比不上这般 这 是不是涉及到你们家族的一些秘密 如果有的话 我便不问了 萧妍笑着说道 云妍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 然后坐在了萧妍身前的椅子上 萧妍先生认得彩妍 何出此言 云妍的话 意识让的萧妍有些云里雾里 萧妍可以确定自己是第一次来到这天成城 怎么会和彩妍有所交集 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其实 彩妍并不是我的女儿 而是我在天成城不远处的天成山 发现的一个姑娘 说到这里 彩妍也是缓缓低下的 毕竟自己来到这个家 没有多久的时间 而且因为彩妍本身的性格 以及那出众的样貌 也是给云家惹来了不少无望之灾 天成山 是不是大约一个月以前 萧妍从自己手上开始推算时间 自己破开虚空 来到这片地狱 应该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听到这话 云家众人纷纷点头 正是一个月以前 而且当时 好像还天降一响 风云变幻 我们当时 都以为是哪个强者将临天成城了 萧妍转眼看向彩妍 彩妍出现的时间 正是自己和彩妍她们分开的那段时间 只见萧妍有些激动地看着彩妍 眼神之中透露出来的喜悦 难以言调 彩妍小姐 我想请你认真地看一看我 你真的不认识我吗 萧妍从床上站起身 走到彩妍的身前说道 彩妍还想躲避 但是萧妍已经一个闪身 来到了彩妍跟前 彩妍望着那比自己高半头的萧妍 眼神从慢慢的羞涩畏惧之意 到逐渐深邃眉 你 好眼熟 好像在哪见我 你是 萧啊 我的头 就当彩妍刚想继续深度回想 自己是否认识萧妍的时候 忽然感觉 脑袋如同遭受到雷击一般疼 看见这番场景 萧妍连忙给彩妍灌力 缓解她的疼痛 而彩妍直接晕倒在了萧妍的怀里 严萧先生 你认识彩妍 云妍询问道 萧妍看着倒在怀里 那有着彩妍样貌的彩妍 微微点了点头 彩妍身上的气息太弱了 虽然灵力修为远超云妍 但是和当初 便已经达到陡地实力的 九彩吞天莽香比叉的 可不是一心半疼 这彩妍 应该是彩妍留下的一道灵体 不过好在 这道灵体被萧妍给发现了 那领寒老人将自己打伤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是我固有的女儿 叫做彩妍 难怪这丫头当初昏迷的时候 嘴里一直念叨着一个萧子 原来她的名字 便是叫做彩妍啊 云妍点头 表示认可说道 萧妍将彩儿抱到床上 看着此时彩妍的灵体 跟萧萧一般大小 那老父亲般的心态 顿时也是伤大 云妍家主 不知道我可否带着彩妍一起离开 毕竟她的家里人也挺着急的 我这次出门 也是为了寻找这孩子 说着 萧妍从那戒之中 拿出一个玉瓶 其中包含着一枚 拥有庞大能量的丹药 这丹药的威能 若是加以炼化 足以让云妍在神破境有所托过 而看到萧妍 拿出那瓶丹药 说出对自己诉求 云妍顿时像是被吓了一跳 连忙推脱了萧妍手里的那瓶丹药 可在萧妍的灵力威压之下 那瓶丹药 还是落入到了云妍的手中 既然你是彩儿的家人 自然可以让你带走她 只是 只是 云妍看着面前的萧妍 有些支支吾吾的说着 萧妍也似乎察觉到了 云妍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于是接着说到云家主放心 严肖不是小气之人 只是出门及 并没有带什么贵重的礼物 带到日后 严肖一定以十分于今天的酬谢 用来感谢云家主对彩儿的救助 闻言 云妍连忙摇了摇头 不是不是 严肖先生您误会了 都怪老夫没用 这天成城有一个血狼拥兵团 团长雅丽 乃是神破镜层次的实力 更是曾经驯服过万寿榜的榜排名 第77的凶兽的魔选王 不过若是站起来 老夫倒是不怕他 可是这雅丽 最近傍上了天成城城主瑜伽 吴家家主 吴天乃是荣天静的强者 凭借老夫的修为 实在是难以与之对抗 云家主的意思 是让严肖帮助您清扫掉 这天成城的血狼拥兵团 以及吴家 硝炎笑着询问道 至尊以下的强者 在硝炎的面前 根本与拉鸡无异 不过贸然杀人 也并不符合硝炎的行为 云妙连忙摆首 急切到并不是 吴天的儿子叫做吴战 和血狼拥兵团的牙力 是好兄弟 不知道从买得来的风声 知道了采儿的存在 硬是要让我云家和吴家联姻 否则就血洗云家 采儿为了我云家 只好答应他出什么要求 好了 云家主您 不用接着说下去了 硝炎攥紧拳头 即使面前的采儿 并不是真正的采灵 他也绝对不允许 有人敢去染指 就当几人说话之际 硝炎却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旋即冷笑道 真的是说什么来什么 省得我自己去找上门了 在硝炎的话刚刚说完 数十枚火球 便是朝着云家院落飞了过来 然后轰击在了云家的 灵阵部队之上 不过剧烈的碰撞 还是让得整个云家 感受到强烈的地动山摇 云渺无奈叹息一声 旋即看向门外 既然如此 严肖先生 你带着采儿从后门离开 我云家来为你们断后 只见硝炎并没有 应答云渺的奉承话语 而是轻轻抚摸了一下 采儿柔滑细腻的脸蛋 微微一笑 放心吧 这里有我 便没人敢动你 我的女皇陛下 最后一个字的声音 刚刚落下 便是见到硝炎的身形 直接消失在了房间 在出现时 便是站在云家的大门前 云家大门之前 几十名身材魁梧的大汉 站在门口挡住云家的大门 回首的一人背甲之上 写着一个新红色的血字 坐在几个云家之人的尸体上 笑道 敢杀我血狼拥兵团的人 今日便是你们云家的覆灭之日 除了云彩 其他的人都得死 站在他身前的一个年轻人身上 散发着淡蓝色的雾气水波 气息强度 和那血狼拥兵团的头目差不多 雅力兄 这云家竟然敢主动开展 放心 有我吴家助你 这天成城 便没人敢动你们血狼拥兵团的人 无战少爷 那还请民在吴家主那儿 美颜几句话 就当二人说话之际 血狼拥兵团的攻击气势 似乎开始不断减重 就连云家的正感 似乎也是轻了不少 就当雅力刚转过身 看看自己的弟兄 是不是偷懒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身前 只剩下一地黑灰色的红尘 偌大的街道 只剩下他和吴战而已 人哪 吴战和雅力同时今生说道 雅力看着周围 这次自己带来的 可是血狼拥兵团 极其精锐的头目 势必要剿灭整个云家 而其中几人 乃是吴家的神破镜层次的强者 是吴战派来帮助血狼拥兵团的 没想到竟然一起不见了 随即眼尖的吴战 便是看到一道黑色的身影 出现在云家的正上空 注视着他们 黑影看上去像是青年模样 但是眼神锐利如鹰 身形偏瘦 但是十分挺拔 踏力在虚空之上 俯视众生 好似君王一般 何人如此大胆 竟然敢对天臣成吴家 以及血狼拥兵团出手 身世找死 吴战指着天空上的硝烟 目声红道 在其说话之时 一只虎形兽魄 出现在其跟前 而一旁的牙力 似乎是察觉到了 硝烟身上不对劲的气息 可纵使如此 那等魔血狼的兽魄 亦是召唤了出来 突然间 亚力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猛地指着天空之上的硝烟说道 你就是前不久 在街上一招杀我十三名强者 劫走云彩的那个黑山强者 什么 听到亚力这样说 吴战如同遭受到惊天一击般 连忙从那截之中 取出一块玉片快损碎 可以一招秒杀十三名强者 这即使是达到容天境的吴天 都很难办到 但是眼前的这个黑山强者 却是半道 若不是此次有着吴天的支持 亚力也不会主动再去招惹云家 既然是吴战看上的女人 那么亚力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这个可以攀上吴家关系的桥梁 硝烟感受到 这股强烈的空间波动 可却并没有有所行动 任由这股空间波动传到云方 旋即硝烟便是将目光 看向天城城正中心的方位 再接受到空间波动的刹满 二的气息似乎直接提升了不少 而与此同时 大批强者从天城城的正中心 朝着云家的方向赶过来 云渺站在硝烟的跟前 轻声说道 严硝先生 接下来就靠你了 硝烟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 而是轻轻点了点头 望着天空上大批赶来的强者 那为首的一人 气息比起神破镜强了 不止一个层次 应该是达到了容天境的境界 瞧着其两兵斑白的模样 以及站在队伍的正前方 想来此人便是吴家的家主吴天 隔下 还未等到吴天刚说些什么 下一秒 吴天便是感觉到 胸口似乎被一颗巨大的钢珠砸穿了一半 猛地吐了口血 从天空之上落了下来 你没有资格这样称呼我 硝烟收起刚刚指着吴天的手指说道 吴天眼见到硝烟 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实力 原本自信的面庞 直接变得惊恶起来 这股实力 至尊敬的强者 不久前 天城山脉的大爆炸 乃是一场至尊敬之间的大战造成的 莫非免下 就是那两位至尊敬强者之中的一位 待到吴天把话说完 但在硝烟身前的云渺 都是一个亮枪差点没站住 至尊敬的强者 虽然在这西天大陆 并不算巅峰层次的强者 可是对于他们这种 处于偏远的小家族而言 乃是传说级别的人物 硝烟也是没有在一云渺的经验 自己当初在乌坦城的时候 别说是日后 自己成就的陡地层次 就算是斗宗都没见过 这便是你们的遗言 硝烟冷冷说道 吴天连忙跪下道歉 当日都是血狼拥兵团的 这群蠢货 贸然出手得罪了名下 在下一定惩处 这些个有影无珠的家 给免下一个满意的交代 可是硝烟却是 看了看云家的方向 旋即转过头 既然如此 我便不做过多苛求 答应我两个要求 吴家便可活 一 血狼拥兵团 凡是参与挟持云彩的人 杀 二 你的儿子吴战 必须死 三 吴家病入云家 日后云家乃是 这天沉沉沉重 三个要求一出 顿时将吴天下软在了地上 这一次 还真的是踢到了铁板 可这三个要求 也太过于强人所难 吴天鼓足勇气站起身 怒声说道 免下属是有点强人所难 强人所难 你们在逼迫云彩的时候 就该想到 会是这个下场 我的耐性不多 答应 或者吴家全族灭 这天沉沉 乃是洛神族的管辖之地 你 还未等到吴天 再接着说些什么 便是见到天空之上一道黑洞 快速产生 将下方吴家的所有强者 以及血狼拥兵团 所有人都吸了进去 在接触到黑洞的一瞬间 那些人的身形 直接被搅碎成了无数的肉泥 然后焚烧成为一片灰烬 紧接着 黑洞朝着刚才吴天来的方向 快速飞去 将整个吴家尽数连根拔起 刹那间 原本在天沉沉呼风唤雨的吴家 就好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什么 偌大的城竹 扶指剩下一片空泥 上面有着一些灰烬 随风而散 啰嗦 萧炎轻声说道 云家的人看到萧炎如此轻易 便是灭了吴家所有强者 眼神之中 纷纷露出惊诧的神情 这难道就是传说之中 至尊敬的强者 才能拥有个通天之能吗 震惊至于 云渺缓缓走到萧炎的跟前 切生生说道 炎萧至尊勉下 天沉沉乃是洛神族的地盘 不是说勉下灭掉吴家 天沉沉便是我云家的了 之后洛神族来调查 只见萧炎从那戒之中 拿出一张羊皮卷 在上面写下了一个萧字 若是洛神族的人来调查的话 便拿这个给他们看 他们看到这个字 便没有人会为难 云渺如获至宝般 拿着那一块羊皮卷 看见刚才萧炎只是稍易出手 便是灭掉了吴天 以及如此之多的吴家强者 云渺对于萧炎的话 自然也就十分的幸福 萧 获得洛神族举办的神单会的 那个黑山青年 似乎也是姓萧 云渺似乎想起来什么似的 打量了一下萧炎 但是终究还是没有敢将萧炎的身份揭穿 以如今萧炎的实力 还无法独立地施展上 未免大陆的穿梭 还得依靠着洛天神 给的穿梭法阵才能办到 望着穿梭船上 那有着萧萧和彩玲模样的彩儿 萧炎一路上也不算是近 严萧 我是谁 彩儿询问道 萧炎深深呼了口气 不是告诉你了吗 你是我故人的一个女儿而已 我这次带走你 正是为了带你去找寻我的那位故人 按说彩儿冷着脸的样子 和自己家的那位小祖宗 还真的十分的相似 彩玲倒是给自己生了个小板的自己 看着彩儿冷冷的模样 萧炎没有半分的生疏 始终保持着老父亲般的微笑 严萧先生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是一只手 便可以灭杀整个吴家的强者 我们之间实力相差太多 怎么会认识 彩儿的话 让萧炎也是想起来 当初和彩玲的第一次相见 第一次见到彩玲的时候 自己还只是一个斗气大陆的董事 实力地位 甚至还不如当初来云家找事的 那些血狼拥兵团的人 而当时的彩玲 却已然是加码帝国 兄弟赫赫的美渡沙女王 和她相比 自己自然也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可是命运就是如此的阴差阳错 最终让萧炎和美渡沙产生情愫 并且有了一生的羁绊 彩儿 你不要叫我颜萧 那叫你什么 彩儿询问道 萧炎想了想 脑海之中 全都是自己家丫头 喊自己老头的样子 于是不禁笑出声音 我们家丫头喊我老萧 你也跟着 叫我老萧吧 老萧 看着萧炎 那顶着一张青年的面孔 却让她喊自己老萧的家 彩儿无奈抖了抖自己的肩膀 七天大陆 去往天蛇大陆的过程 极为漫长 彩儿没过多久 便是在卫面穿梭船之中 睡了过去 萧炎走出穿梭船 然后凭借着九星子银石 控制着前进的方位 秦儿 你对于天蛇大陆了解有多少 听这个名字 这个大陆上 应该是有着不少的蛇类神兽 或者灵兽吧 萧炎询问道 秦儿也是从萧炎的地盐之中 飞了出来 坐在萧炎的跟前 旋即看了看屋子里面的惨 这就是你妻子的样子 看样子 你小子的厌服不起 这丫头的 应该是你妻子身体 某一部分掉落产生的灵体 和你的妻子 应该有所感应 而且在这段时间正好 可以消磨消磨 你身体里面的躁动 萧炎看着秦儿 这顶着一张萝莉脸的老不正经 朝着身前坐来坐 一看就没成过亲 不懂装懂 秦儿见到害羞的萧炎 于是十分识趣地 坐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天蛇大陆 是大千世界上位面 蛇类神兽 以及灵兽的大本 其地位仅次于圣龙大陆 神兽也有许多 位面大陆吗 萧炎询问道 秦儿点了点头 你来到了大千世界 自然要知道 即使是神兽世界的地狱 也远不是你当初 所生活的下位面 所能相比的 天蛇大陆 乃是天蛇御界之中的主位面 而连接着这个主位面的 就有着数百个下位面 天蛇介域的至强者 天蛇圣尊 也是一名天至尊层次的强者 而且 天蛇介域的天至尊 也不止一位 天蛇大陆 同样也是一个 可以诞生大陆之子的大陆 至于圣龙大陆 则更强 是圣龙介域的主位面大陆 其中至强者真龙帝 乃是实力达到了 圣品天至尊后期的存在 就算是在大千世界 所有的位面之中 这个层次 也是达到了巅峰的存在 硝烟轻轻点了点头 竹鲲的本体 便是太虚骨 想来其血脉 应该和圣龙大陆有些关联 不过现在硝烟 要先找到彩银和轩 他才放心 如今在洛神族的地狱 找到了彩银的灵体 若是彩银真的被吸引到了 天蛇大陆的话 那么找到彩银的本体 应该便不是一件 极为困难的事情 硝烟驾驶着空间船 帝炎之中有生灵之焰 以及三千燕炎火部 当初领寒老人 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也恢复得很快 以如今焚银的等级 自然是远超当初 在斗气大陆之上 任何等级的功法 来到这大千世界 应该也可以算得 尚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秦儿 问你的问题 你可曾听闻过 大千世界 有一种可以通过吞噬火焰 来获取力量的功法吗 闻言 秦儿摇了摇头 你该不是说 你的功法 并是这样的一部逆天功法吗 硝烟笑了笑 既然秦儿已经是自己人 而且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在自己的帝炎之中 温养灵魂 那么 便没有瞒着他的必要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 寻找到帝炎 还需要秦儿的帮助 才能办得到 硝烟轻声说道 只见秦儿 咬了下自己的手指 没听过 不过很正常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 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部功法 或许都可以排到 三十六道神通之中 都不为过 三十六神通 没错 这三十六道神通 每一道神通 都是至少天至尊层次的强者所创 威力无穷 是大千世界强者 对于大千世界本源力量的探索 秦儿接着说道 硝烟深呼吸玄疾 继续问道 那是哪三十六道神通呢 在这未免通道之中 秦儿已经将万火榜前 三十六道圣炎 也就是圣炎榜已知的火焰 都告诉了硝烟 而这三十六道神通 却还一无所知 秦儿闻言 水灵的大眼睛盯着硝烟 倒万能啊 我怎么知道 那些都是上古种族的传承 甚至一些神通 都是断了传承 只有在一些远古战场之上 才能发现 以我的能力 还远远没有达到 知道这些神通的资格 以秦儿 生前应该是地质尊层次的实力 竟然都没有知道 这些神通的资格 看样子 这些神通的威能 还真的是十分的强悍 那好吧 硝烟并没有接着问下去 依靠着传送灵阵 进行卫面穿梭 离起自己 依靠着突破卫面的实力 进行卫面穿梭 显然快许多 而且 卫面的空间留比起 自己当初也要稳定许多 看着手中的那九星子 银石上面的传送灵阵 等到自己找到 流落在大千世界的妻友 便可以试着 将斗期大陆上的家人 以及朋友 都转移到大千世界 不过在此之前 还需要花费时间 在这大千世界为他们打下 一方天地才行 卫面穿梭 极其无聊 约莫花费了十天的时间 硝烟才感受到 一丝异样的空间能量 只见硝烟收起炼制的 领寒老人傀儡 没有外界的能量刺激 现在的傀儡 只有着约莫八品 至尊巅峰的层次 不过硝烟目前 就算利用秦儿的灵魂体 也只是可以达到这个层次 以后便叫你寒谷吧 在硝烟将自己的精绪 融入到寒谷躯体之中 下一刻 寒谷像是 得到了生命一般开始动了起来 旋即飞入到了硝烟的那些之中 硝烟看了眼神后 空间船内的采儿 笑着说道丫头 到了 只是这些能力 和真正的九彩吞天猫 比起来要弱很多 所以需要沉睡 来恢复自己原本的那些能力 这里是哪儿 彩儿如梦初醒地看了看四周 经历了卫面穿梭的无尽黑暗 彩儿一时间 还很难适应眼前的这明媚的阳光 硝烟十分耐心地 走到彩儿的身前 地上食物和水 这里是天蛇大陆 我要带你 去找你的家人 天蛇大陆 对于本来就没有什么记忆的彩儿而言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也不会引起他的苦涡 不过随着彩儿 跟随着硝烟 走下空间传的刹那 一些记忆碎片 忽然涌入到了彩儿的脑海之中 你怎么了 彩儿 硝烟询问道 看着彩儿抱着头 在地上十分的痛苦 硝烟猜测 应该是彩灵就在天蛇大陆 和彩儿应该是有了一些联系 硝烟给彩儿灌输一些柔和的灵力 帮助他缓解那一种记忆冲击的痛苦 彩儿的情况这才好转了一些 只见硝烟将彩儿背在背上 朝着前方的城池走了过去 彩儿 能告诉老硝 刚才你看到了什么吗 硝烟十分温柔说道 彩儿安静趴在硝烟的背上 似乎是忘却了刚才的痛苦 我看到了好多条巨蟒 正在围攻一条九彩斑斓的巨蟒 那条九彩斑斓的巨蟒身上流了好多血 九彩吞天蟒 硝烟停住了脚步 眼神之中充满了惊慌 这些难道是彩灵来到这个世界的记忆 彩儿毕竟是彩灵的一道灵体 想必应该是可以得到属于彩灵的一些记忆 这天蛇大路还真的是来对 硝烟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旋即继续问道 然后呢 攻击那条九彩斑斓的巨蟒 幻化成为人形 回首的一人身上 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袍服 好像在说什么龟顺 收入后宫的话 就算是在硝烟的背上 彩儿也是可以感受到 此时硝烟的呼吸已然完全乱 彩灵和萱的样貌 可谓是倾国倾城 当初率先寻找他们 也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没想到 他们还真的是遇到了这种麻烦 彩儿手掌轻轻抚摸了一下 硝烟的脸颊 老肖 你不要担心 最终那条九彩斑斓的巨蟒跑掉了 什么 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那彩儿你能感受到 现在那条巨蟒在什么地方 硝烟询问道 彩儿摇了摇头 除了刚才的那些记忆 我感受不到其他的任何记忆了 硝烟深深呼出一口气 至少知道 现在彩灵平安无事就好了 好的 彩儿你先休息一下 等会在想到什么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的 彩儿不知道为什么 被老肖背着 会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这种感觉就好像 是父亲一般情节 而此时硝烟则是在思考 攻击彩灵的那些蛇类神兽 一定在天蛇大陆 有着不低的定位 而且 至少应该是有着 至尊敬层次的实力 不然的话 不会让彩灵受伤 而彩灵将斗气转化为灵力 一定也花费了不短的时间 这些家伙 一定是在彩灵闭关 转化灵力的这段时间偷袭的他 一想到这里 硝烟的手掌便直接钻挤 若是让他抓住那些 参与袭击彩灵的蛇类牧兽 一定要亲手包了那些家伙的皮 才能消自己心头之痕 大千世界的上卫面 无论是卫面能量 还是地狱 比起斗气大陆 都是疗火无数 在到达天蛇大陆以后 硝烟凭借自己神境层次的灵魂感知 竟也只是看到了一小部分的神兽种族 天蛇大陆之上生活的神兽 大多是蛇类神兽 即使不是 多多少少也会有着一些蛇类的血脉 这里的人类和当初硝烟在塔格尔沙漠 遇到的蛇人部落中的蛇人极为相似 可不同的是一些蛇人的身上 硝烟感受到了 其达到神魄境层次 竟然还是保持着人身熟 硝烟看着那些蛇人 对自己厌恶的表情可以推断出 在这里人类并不受欢迎 而且这里的蛇人 并不是不能蛻变成为人形 只是那样会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 我们现在去哪 彩儿询问道 硝烟背着彩儿 朝着蛇人的部落缓缓走去 这里可是比起当初蛇人居住的塔格尔沙漠 要豪华多了 到处都是绿植森林 空气之中有着些许潮湿的味道 天蛇大陆就算是神兽居住的地盘 也一定会有人类的交易区 先去交易区 看看能不能得到我们需要的情况 彩儿说话声音十分小 而且声音十分细腻 比起彩铃 简直就是相反过来 这样的声音 顶着那样的一张脸 还真的是让硝烟难以示意 可是彩儿一路上也十分的听话 并没有给硝烟带来什么麻烦 硝烟内心庆幸着 只要彩儿没事的话 那么彩铃也就一定没事 老萧 你有女儿 彩儿趴在硝烟的背上询问道 硝烟点了点头 她叫萧萧 那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彩儿接着问道 硝烟笑着想了想 她现在在一个距离天蛇大陆 很远的夏卫明修林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临近 突破到夏卫明至尊的实力了吧 一路上 彩儿都在和硝烟 谈论关于硝烟的事情 彩儿唯有在这一点 和彩铃十分的相似 那就是 都十分的喜欢小孩子 在走了三个时辰之后 才来到一处人类生活的交易区 路上 硝烟同样也是了解到 一些关于天蛇大陆的讯息 在天蛇大陆之上 是不允许有人类的生活区的 而人类也只是有一块使用区而已 这块使用区 常常用来进行人族和蛇族之间的交易 所以才被叫做交易区 不过对于这种规则 硝烟自然也是十分的清楚 所谓的不能生活 是在指一些人类的弱者 来到这里会被驱逐 但是强者的话 则另当别问 硝烟十分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是 强者才是这个世界话语权的最终解释者 老硝 我们到了 彩儿骑在硝烟的脖子上 指着前面城门上的两个字说道 经过一路上的交流 以及硝烟的温柔对待 此时的彩儿对于硝烟 已然完全地放开 而硝烟也像是在斗气大陆上 宠爱硝硝似的 宠爱着彩儿 硝烟朝着人族交易区的方向望去 全即将隐藏气息的面具 扔给彩儿 焦城 这座名为焦城的人族交易区门口 有着十几个身穿着铠甲的蛇人族士兵 在守卫着 或许是自食实力的缘故 于是 对于来访者 无论是蛇人 还是真正的人类 都是皮鞭催赶 唯有一些线上好处的过往商旅 才会被其客气对待 戴上面具 不然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硝烟轻声说道 然后走到一个 即将去往交易区的人类身前 递给他几瓶至尊灵液 在大千世界 至尊灵液 可以说是硬通火 无论是人类 还是神兽种族 皆是可以吃得开 再见到硝烟如此扩充 那名实力达到了化天境的强者 喜笑颜开 微微点点头说道 这位大人 有什么需要 没什么 就是想问一下 现如今交易区的情况 想问问 您这有什么内部情报 说话间 硝烟又继续朝着那名强者的手里 塞了几瓶至尊灵液 那名强者 看着硝烟肩上的彩虹 又看了看硝烟寻奇笑了笑 带着女儿 来交城拍卖场几个漏 老兄 我劝你啊 今年就算了 为什么 硝烟寻问了 那人看了看四周 小声对硝烟说道 你还不知道吧 这交城的首领 万寿榜天榜排名 第94的雷交蟒 乌莽突破至尊失败 遭受雷劫却没死成 还保住了根基 也正是因此 他就在交易区 大肆搜刮钱财灵宝 想要再冲击一次至尊敬 过几天上 正好是交城的拍卖场 他的目标是 圣年魔蛇族的宝物 压轴拍品问星石 有了这颗问星石 便可以轻松 找到天蛇大陆的任何药材 听到这个消息 无论是硝烟还是彩儿 皆是兴奋了起来 那请问一下 可否利用问星石 寻找人类 亦或者神兽呢 如果得到这颗问星石的话 那么可比自己 在这茫茫大陆上 寻找彩灵要简单得多 而且现在彩灵还受了伤 现在一定在什么地方疗伤 硝烟发誓 一定要在那些个混蛋 发现彩灵之前将其找到 不然的话 自己日后真的没脸去见萧萧 看着硝烟欣喜的模样 那名强者 再一次朝着硝烟的方向 伸出手掌 硝烟先是愣神了片刻 于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手掌轻轻一挥 只见到一股强横的重压 直接作用在了那人的身上 那名伤人 乃是一名化天境层次的强者 在感受到硝烟所释放的重压之后 也是想开启自己的灵力 进行格断 但是自己的灵力 顾顿在硝烟的重压面前 就如同纸糊的眼 恐怖的灵力 归压让这名化天境强者 有一种全身骨骼碎裂的感觉 还有什么 接着说 硝烟缓缓松开那人说道 被硝烟教训了一通 那人终于是老实了 于是连忙朝着硝烟的方向 拜到不知道阁下 乃是至尊强者 多有冒犯 这焦城的首领乌莽 也是一名实力堪比 至尊敬层次的强者 不过既然阁下 也是至尊敬强者 那么 他应该不敢在您的面前放肆吧 硝烟点点头 旋即用一种极其冷漠的话语说道 今天 我没见过你 管好你的嘴 是 是 我什么都没跟你说过 也没见过你 硝烟带着彩儿满意的离开 转身便是朝着焦城的方向 走了过去 这焦城真不愧是 这方远属十万里以内 唯一一个人类交易区 其繁华程度 就算是斗气大陆上的米特尔家族 都是难以名 只是简单的急眼 硝烟就已经看见 当初炼制涅槃造化丹时候 所需要的一些主要材了 这些药材若是放在外界 或许也能算是值 成千上万的至尊灵验 这些东西的确是好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至尊灵验 所以 还是先找个地方 炼制一些丹药 用于过几天的焦城的开卖会 听硝烟所说 彩儿十分听话地点点头 随着硝烟进入了一家客栈 就当硝烟脚掌 刚刚落入到客栈之中的瞬间 却是发现 客栈之外 无论是人类 还是蛇人 皆是用一种十分惊诧的目光 看着自己 似乎自己做了什么 惊天动地的事情似的 那个穿着黑衫 戴着面具的男女 刚才是进去了 那里可是乌合的地界 不允许人类进入的 乌合可是乌莽的侄子 硝烟听着门口的闲言碎语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倒是在问财儿 想吃些什么 客栈内部十分的豪华 硝烟左右打量了一下 走到客栈前台柜前说道 一间上等房 那客栈的小二 也是一个人组 他看了看硝烟和财儿的腿 然后满脸惊讶望着硝烟 你们 那小二先是惊诧了片刻的时间 然后用一种十分亲笔的目光 瞪着硝烟 硝烟满脸微笑地 抚摸着财儿的额头 然后转过脸 严肃到怎么了 从硝烟的语气之中 便是可以听得出 硝烟是认真的 只见他店小二冷冷笑了笑 然后用自己十分干枯的手 只敲了敲柜台 原本坐在店内的几个蛇人壮汉 皆是朝着前台的方向走来 他们 彩儿躲在硝烟的身后道 硝烟轻轻抚摸了一下硝烟的头 笑着说道 没事 有我在 人类 我不管你在人类世界 有多么高的地位 来到这里 最好还是按照交程的规矩形式 否则的话 招惹到一些自己惹不起的存在 后果可是十分的严重的 那为首的艺人 指了指店门口的牌子 上面写着 人类与狗部的入内的牌子 硝烟见状将彩儿挡在自己的身后 弯下腰捂住了彩儿的眼睛 轻声说道咋乖 等会把眼睛和耳朵捂住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彩儿十分听话地闭上眼睛 然后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硝烟这才站起身 轻哼一声 孩子困了 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马上安排两间上等方 今日你们吓到我孩子的事情便算了 否则的话 哼哼 听到硝烟如此这般嚣张 那几名蛇人顿时不淡定 蹲起手里的狼牙棒 便是朝着硝烟的方向挥舞过去 只见到硝烟驱止一台 那刚想对硝烟出手的那名蛇人 直接变成了一团灰烬 伴随着那蛇人强者 一起变作灰烬的 还有着放在门口的那块招牌 人 人类强者 周围的蛇人看到硝烟 只是稍一出手 便是将他们的头目 给烧成了灰烬顿时间 都下沙在了原地 秦儿告诉硝烟 其实 圣龙大陆和天蛇大陆 除了大陆之上的神兽种族 分为蛇族以及龙族以外 其实还分为对人类的主战派 以及主和派 天蛇大陆的所有神兽大兜 对于人类有着极强的敌意 硝烟文言 只是点点头 他来到这里 可不是为了找麻烦 而是为了找到彩灵 只要能找到彩灵的话 他可是一秒钟都不想在这里待着 可以了吗 硝烟将彩儿缓缓抱起 然后再一次走到柜台前说道 那名蛇人店小二 颤颤巍巍 从柜台拿出两份门牌 递给了硝烟 硝烟所展示的实力 实在是太过于强大 要是贸然出手的话 或许整个店都会被硝烟给一位平地 快点通知少主 店外的人 也有不少乃是人类世界的强者 但感受到店内 所产生的强大气息 毅然纷纷离开 硝烟所展现出来的气息 已经完全达到了至尊敬层次 这个层次 可不是他们可以插手的 彩儿看上去 和十四五岁样貌的萧萧差不多 硝烟将其放在自己床上 并且用气息将这屋子完全隔离 若非是至尊敬强者出手 否则根本破不开这气息解禁 九彩吞天蟒 每隔一段时间 便是需要陷入沉睡 这也是造就了彩儿试睡的特点 一进到屋子里面 便沉沉睡了过去 约莫半晌的时间 硝烟的房间外 转来轻微的敲门声 可是 硝烟打开房门轻声说道 门口站着 刚才在客栈店内 对硝烟和采尔出言不逊的 几个蛇人强者 但是看着他们的样子 显然没有刚才那般蛮横的同望 一个个皆是鼻青脸肿 硝烟的关注点 并没有在他们的身上 而是在他们身后的那一个 有着人类双腿人的身上 硝烟一眼便是看出 这个有着人类长相的家伙 应该是他们 这些人当中实力最强的 感受这气息 应该是达到了容天静的巅峰 只差半步 便可以跃升成为画天静的强者 那名人类模样的青年 见到硝烟正望着自己 于是尴尬一笑 这位人族强者 这些家伙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 我已经替您好好地教训他们一顿了 在下午和 是这交城进军的首领 也是交城客栈的主人 那又如何 我应该已经付过钱了 说吧 硝烟指了指那负责柜台的蛇人 他的手中 还有这几瓶至尊灵液 若是这交城有其他的客栈 亦或者说 自己一人来到这交城 硝烟自然是会像其他的人一样 就在街边自己搭一个帐 简单对付一下 可如今 硝烟还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宁可自己受苦 也不可能让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受苦 硝烟见到硝烟明白自己的意思还这个 旋即深深呼出一口气 那好 这位客官 家叔乃是这交城的长事人 故而在下 在这交城也算是 有一些身份地理 您若是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们吩咐 硝烟闻言 思索了片刻的时间 三日后的拍卖会 我想硝烟少主可以弄到晚 我不占你的便宜 可以用至尊灵液进行交换 听到这话 我交城本来就是用于给人族进行交易药材 以及一些其他宝物的地方 拍卖场这种地方 自然也就是人族和蛇族都可以进入了 只不过其中的宝物自然是架高着的了 硝烟点点头 那就好 没事了 你们离开吧 说吧 硝烟还未等到众人再说些什么 竟然直接降门缓缓地关上 在硝烟关上门的刹门 乌合的双腿再次化作蛇形 见到其紧紧攥着的拳头 周围的手下便是察觉到 乌合此时的心情真的是糟痛 这家伙也太狂妄了 人族赶来我交城也就罢了 竟然还敢在我交城如此放肆 少主宁礼贤下市 这家伙竟然不识抬举 蹬鼻子上脸 屡霸 但名蛇人便是想要一拳朝着硝烟的房间轰过去 但是被乌合拦了下来 最近交城拍卖会 吸引了不少人族前来 还是不要图生事端 圣蛇宗对于人族 可谓是深恶痛举 其实我们杀了这些人族 闹到圣蛇宗那儿 也会受到十分严酷的惩罚 交城也会不复存在 一听到圣蛇宗三个字 周围的那些蛇人 即使纷纷被吓得一声冷汗 于是纷纷点点头 可是这一切 却都被屋内修炼的硝烟 听得清清楚楚 于是询问秦儿 这圣蛇宗是什么宗门 很强大吗 我们现在似乎就是在他的地界 没听说过 这天蛇大陆如此之大 蛇类神兽灵兽的血脉众多 极其冗则 这天蛇大陆 少说也有数十万个神兽 宗门势力准备 我哪里知道 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宗门 听钱儿所说 硝烟更加坚定 自己得到问星石的决心 彩儿之前有那般反应 便是确定了 彩灵曾经来到过这天蛇大陆 而问星石 乃是目前找到彩灵的唯一办法 即便是使用一些手段 硝烟也必须要将问星石搞到手 旋即 硝烟利用灵魂力量 侵入到了凌寒老人的那界之中 看看这股神族的大长老 到底有什么样的宝贝 这凌寒老人 真不愧是九品至尊层次的强者 其灵魂力量也是异常的庞大 在硝烟利用灵魂力量 将那界里面的灵魂印记 完全抹除的时候 都仿佛受到了一股灵魂冲击一般 这股灵魂冲击 更像是那一缕灵魂印记 自爆所产生的能量 想来应该是古神族的手段 现在古神族 应该是知道自己大长老惨死在外面了 这是 那界之中有着不少的药材 以及神兽的内单 硝烟一看那些内单和药材 便是用来炼制傀儡 以及淬炼肉生用的 这股神族对于傀儡的炼制 比起硝烟不知道要精通多少 一些卷轴之中 对于傀儡的炼制手法 让硝烟看得眼花辽乱 望着身前领寒老人被炼制成的寒衣 硝烟几乎有把握用这些药材 将其炼制成为一个 仅次于的至尊层次的傀儡 这是 硝烟突然看到 诸多冰蓝色的卷轴之中 有一道赤黄色的卷轴 其中蕴含着极其强烈的火焰气息 与周围的卷轴格格不入 按说古神族修炼的 都是极其阴邪冰寒的功法神通 但是这一卷上面充满着的 则是充满破灭能量的火焰气息 若是没有至尊敬强者的实力 或许触碰这个卷轴都会被灼伤 凌寒老人 甚至用几块冰金石 封住了这个卷轴 只见硝烟缓缓缓打开这一卷轴 施展灵魂力量 进入到卷轴内部 火神骨甲 望着卷轴之中的火焰符文 所形成的四个大字 萧炎眼神也是宁治主 这火神骨甲 并非是功法神诀 也并非是什么传世神通 而是一门傀儡之计 火神骨甲 宿主与傀儡共修之术 炼之大成 可将傀儡修成骨甲 融入宿主身体 从而实力叠加 欲修习火神骨甲 虚集其四件宝物 高阶傀儡 实力在神破镜层次之上的灵兽内单 实力在神破镜之上 宿主灵魂之力 以及圣炎宝排名前36的圣灵 修炼之大成 宿主可无后遗证 叠加自身与傀儡的实力 越接对战 萧炎仔细阅读着火神骨甲 这一傀儡之术 原本的傀儡 只是凭借着主人的命令进行行动 就算是现在寒谷这种层次的傀儡 也是需要萧炎下命令 才能开始实力 若是可以将火神骨甲 修炼成功的话 傀儡肯定也就没有多大用处 最多只是帮自己拖延一些时间 到时候便可以集中自己和傀儡二人的实力 一起对付敌人 一名四品至尊 和一名八品至尊的实力 结合到一起 完全可以抗衡至尊巅峰层次的存在 不过萧炎看着这上面的材料 高阶傀儡 圣炎以及宿主灵魂之力 皆是可以解决 而最关键的炼制火神骨甲 和新灵兽内单却不一 萧炎这里的确是有一颗 非尾凤火鹰的神兽内单 但是这颗内单乃是秦儿本源之力 若是内单被毁掉的话 那么秦儿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看样子运气不错 要是能在三天后的拍卖会之中 拍到这样的一枚灵兽内单 日后遇到强敌 便不需要消耗你的灵魂之力 萧炎笑着说道 玄机将领寒老人纳戒之中的宝物 收入到了自己的纳戒之中 手掌一捏 便是将领寒老人的纳戒捏成了粉物 萧炎知道一些纳戒 即使是抹除上面的灵魂印记 其中也仍然会散发出特殊的能量波动 到时候 古神族派遣真正的强者来追杀萧炎 到时候 可未必会与领寒老人这般容易对付 领寒老人修炼的功法 买是阴寒 再加上没有圣炎榜排名前 36的圣炎 故而没有炼制火神骨甲 可是萧炎却是具备着其中大部分的条件 而且 极其剩余的条件 对于萧炎而言 也并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内 采儿除了醒来的时候 吃东西以外其他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睡觉 而在这三天的时间 萧炎则是感知出来了一些丹药 在这个世界 炼药师也是极其稀缺的职业 炼制丹药 对于现在的萧炎而言 并非是什么难事 只要不是炼制像雷杰丹 以及夜谭造化丹那一种级别的丹药 炼制像斗气大陆九品层次的宝丹玄丹 对于萧炎而言 也不是一件难事 而且因为大千世界的能量层次 比起斗气大陆 要强大不少 故而 在大千世界所炼制的丹药 比起斗气大陆 所炼制的丹药能量 要强了不少 彩儿 彩儿 萧炎轻轻拍了拍彩儿的肩膀 彩儿睡眼朦朦地望着萧炎 旋即十分轻车熟路地 爬到了萧炎的背上面 在斗气大陆之上 萧萧和萧灵 大多数时间都是彩灵和薛照 故而 这一次来到大千世界 萧炎可算是深切地体会了一次 当父亲的辛苦 不过这教程十分繁华 也是让得萧炎没过多久 便是自愿从萧炎的背上下来 到处玩耍 萧炎在彩儿的身上 设置了灵魂标记 若是彩儿有危险 她可以立即降临到彩儿的身前 所以也不怕彩儿 在这夜晚的交城肆意玩闹 整个交城的交易区 大多是人类 在此处寻找蛇类灵兽的内单 而且 那些蛇类灵兽的内单 也并非是什么西式珍宝 萧炎看了半天 都没有看见一件属于神兽气息的内单 不过想来 也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神兽层次的蛇族 应该在这里的地位不算低 这样的一枚神兽内单 若是出现在交易区的话 或许会给整个交城 带来不小的灾难 就当萧炎准备放弃寻找 神破镜层次灵兽的内单的时候 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 却是吸引着彩儿 将其引到了一个摊位上 萧炎也是紧跟着彩儿 一起来到了那个摊位 只见萧炎刚一来到摊位上 便是明白 为什么这种能量气息 会吸引彩儿 因为在那摊位所摆放的 在一些能量金石之中 竟然有着一块七彩原色的石头 七彩原石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七彩原石 萧炎突然像是意识到什么事 九彩吞天蟒 乃是斗骑大陆上古年间出现的异兽 甚至不在大千世界万兽榜上 这里怎么会有 只有七彩吞天蟒陨落 才会在陨落之地出现的七彩原石 那摊位的老者看着萧炎 似乎是看上了这一块七彩原石 于是笑嘻嘻地走到萧炎跟前 您看上了这块石头 还未等到那老者接着说些什么 萧炎一把抓住了他的喉咙 将其提了起来 在交易区是不允许打斗的 但是看着萧炎一下 便是制住了那名蛇人组老人 周围人乃至于侍卫 都是不敢上前劝负 蛇人老者的实力并不算弱 但是在萧炎的面前 根本就不值一提 恐怖的威压 差点能将老者的身体存存撕裂 免下 饶命啊 您看上什么宝物 可以拿走 老者眼见自己不是萧炎的对手 连忙求饶 萧炎眼眶通红 满带着杀意的望着自己手中的那老者 然后拿着那块七彩原石 说到这块石头 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此刻的萧炎无比的希望 这并不是彩灵陨落才产生的七彩原石 他更想去相信 大千世界的天蛇大陆 的确是有着七彩吞天网的存在 如果说 彩灵真的在天蛇大陆陨落了的话 萧炎感觉自己 会让整个天蛇大陆未面 来给彩灵陪葬 那老者无比痛苦挣扎着身体 是从死灵黄泉剑外围找到 死灵黄泉剑 萧炎缓缓松开老者的活口 随即问道 那是什么地方 老者在萧炎至尊敬的重压之下 跪趴在萧炎的跟前说道 那是圣蛇宗 以及九玄马宗的定解 我也是前不久路过那 发现地上有一滩九彩颜色的血迹 竟然可以融入到十块之内 形成七彩的石头 我这才带回来的 萧炎挥了挥手 玄机大口呼出 自己胸口沉闷的那口炙热之气 那看样子 采灵还活着 萧炎轻声说道 那死灵黄泉剑在何处 老者对于萧炎 可谓是惧怕至极 对于萧炎的问题 自然也就是知无不言 圣蛇宗 在距离这里三万里的地狱 死灵黄泉剑 便是在圣蛇宗的宗门地下 萧炎紧钻着双拳 伴随着周围的人族 以及蛇族的人越来越多 萧炎的神志在彩儿的手 放在萧炎手上时 也是恢复了一些 然后萧炎甩给那老者一瓶丹药 用这没丹药 交换你这块七彩原始 你不算亏 老者接着这么丹药 本想拒绝 却是发现萧炎的身形 已然走远 只好连忙收拾摊位的东西 离开这个地方 老萧 刚才是不是找到我家人的线索 快到拍卖场 彩儿才询问萧炎说道 萧炎深深呼出一口气 随即十分平和回答道 不过 你的家人现在受了一点伤 我们要加快寻找他的步法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要找到问心时 这样的一来 寻找到家人的速度 也可以加快不少呢 交城内部的拍卖场 与斗七大陆的拍卖场 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是规模显然比起 斗七大陆上面的 一些空间拍卖会 还要大许多 萧炎踏入到拍卖场之中 就仿佛进入到了 一个决斗场一般 周围有着上万人 在自己的席位 看着场地的正中心 而席位之上 大多数都是人 他们大多是许多人 拥挤在一个席位之中 而一些释放着 强者气息的席位 则只有一点 最靠近中心场地的 几个席位 看上去 则更像是一些 宗门势力单独的 包下来的场地 见到萧炎进入到 场地之中 本口的侍卫 将隐藏气息的面具 递给了萧炎 以及采儿 二人戴上面具 随即进入到了拍卖场 一处偏远的席位上 坐了下来 就当二人刚坐下来 气息便被坐在下方 单独席位的乌合 以及乌莽二人关注到了 叔父 那个带着小女孩的 便是三日前 在城中闹市的家伙 而且 刚才在拍卖场门口 还出手伤了乌老 叹其出手的架势 将来实力应该 至少是在 通天境层次以上的 听到乌合所说 那座在主座上面 身穿着一身黑色马甲 身材壮硕的男人 轻轻点点头 板在我交成闹市 这个混蛋 真的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 等到我们先将 问心事得到手 回去的路上 顺带着将这家伙给做掉 乌莽朝着萧炎的方向 冷笑道 而萧炎 也是将席位之中 所有人的 皆是扫视了一圈 那乌莽 应该是实力这里面 实力最为强悍的存在 实力应该是达到了 通天境的巅峰层次 但是论灵力的话 已然达到了 至尊境的层次 可惜应该是 至尊境三难未 全部通过 故而 才将境界停留在 通天境巅峰的 小女孩 靠过来坐 就在这时 与萧炎 同坐一个席位的那名壮汉 突然朝着 采儿的方向坐了过去 采儿从近来 便感受到那人的不轨 于是坐到了萧炎的跟前 萧炎听到那人所说 只是冷冷笑道 今日怎么找死的这么多 赶紧滚 小子 你找死 给我住手 只见那名壮汉 抡起狼牙棒 便向萧炎挥了下去 一旁的侍卫 刚想阻止 这一惨剧的发生 那名壮汉 便直接化作了一团灰烬 落到了地面之上 随风而散 人呐 侍卫问道 轻轻抚摸了一下 采儿的额头 笑了笑 现在应该是在投胎的路上 你 交成拍卖场 禁止打斗 刚才那家伙主动 挑起事端你 怎么不来管 还是说 你也想着赶紧去投胎 萧炎将目光扫向侍卫 看着地上 还有着些许余温的灰烬 但名侍卫顿时不敢说话 只好灰溜溜离开 而见到维持秩序的 侍卫逃跑的场景 周围席位来参加 拍卖会的人族 以及蛇族纷纷退后 大一片区域 皆是属于萧炎和采儿 萧炎的举动 自然也是 引起了乌莽的注意 台上的那实力 达到了画天镜巅峰的拍卖师 将目光投向乌莽 但乌莽 也只是挥挥手 示意他继续 交成乃是圣蛇宗 和九旋莽宗 划分给人族 用于交易的地界 在这里难免会有一些冲突 大家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求保 还望无要伤了何且 说吧 那拍卖师朝着萧炎的方向 微微点地点头 可萧炎却并没有回应 拍卖师 先是深深呼出一口气悬挤 打开一副卷轴 既然人来得差不多了 那么就开始我们的拍卖会 第一剑拍品 来是一剑达到了 灵级中品的身法灵爵 若是修炼大成 可媲美灵品巅峰的灵爵 灵魏盘蛇剑 是一位实力达到了 至尊镜层次的 蛇族强者所创 这卷灵爵的起拍价 三十万至尊灵业 萧炎看着台上的那一卷轴 这身法 的确是媲美斗七大陆上面的 恶天阶身法等界 只可惜 到了萧炎的这个阶段 这个层次的身法灵爵 增幅效果 已然微乎其微 若是日后 能得到凡灵神之中的 神级层次的灵爵 或许萧炎会 选择去修行 而现在萧炎单论身法的话 同等级之中 可以胜过萧炎的几乎没人 看眼看了看自己那阶之中 准备的几瓶丹药 这是他此次来近拍问星石的 全部筹码 想来近拍一块问星石 应该足够了 若是旁人不开眼来捣乱 萧炎也不介意多收走一条命然后 再将问星石给带走 七十万一次 两次 三次 成交 这交程乃是化给人族的交易区 但是人族的一些灵爵 对于神兽灵兽的诱惑 也是十分巨大 而来到这里的功法灵爵 大多是黑火 那些得到的人不敢去修炼 所以才送到了这神兽大陆之上 换取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 不过接下来的一幕 倒是让萧炎起了一些兴趣 因为端上来的 乃是一枚深蓝色的内丹 这是神兽内丹 坐在下方的一些来宾 同样也是一眼边看出来 那台上放着的 乃是一个散发着神兽气息的内丹 在天蛇大陆 公开售卖神兽的内丹 这不是找死的行为吗 似乎是看出了下方诸多人族 以及蛇族的疑惑 那拍卖师只是笑了笑 这并非是蛇族的内丹 而是我天蛇大陆的 一位达到了至尊敬的蛇族强者 斩杀了他的一个 龙族仇敌所得到的一枚内丹 这枚内丹的主人 不愿意去透露 这枚内丹原本诉出了身份 但是确定的是 他的种族属于万兽榜天榜之一 萧炎饶有兴趣地看着这枚内丹 能让一名至尊敬的强者出手 并且还害怕他的种族 报复顾 小心翼翼不透露身份 讲必这内丹的主人 应该也是一名至尊敬的强者 三星龟虚龙 在萧炎的帝炎之中 秦儿突然惊声说道 而与此同时 乌芒也是看出了这枚内丹的身份 三星龟虚龙 萧炎询问道 这个种族十分强大吗 秦儿点点头 没错 非常强大 三星龟虚龙虽然在天堡 只是排名第十九的存在 但龟虚龙本身 却是十分强大的存在 看他内丹上面 有三颗金色的印记 代表着这颗内丹的主人 应该是有三颗心脏的 而龟虚龙 最多可以长出九颗心脏 那个时候 他们的实力 就会提升到 圣品天至尊的层次 而现在龟虚龙的族长 应该仅仅只是 一名天至尊 就算如此 圣龙大陆 也没有多少人族 或者神兽灵兽敢 去招惹他们 萧炎十分习以为常地 再次做下 这种事情 他也不是一次经历了 那种对于自己族人的尸体 保护得异常森严 只要外人敢去染指 便必须死得无理要求 这里是天蛇大陆 竟拍下这内丹 应该是不会引来 太大的麻烦 随你 下方纷纷传来唏嘘声 这个价格已然超出了 一般人的承受范围 但是萧炎却是清楚 这个家伙其实十分便宜 应该是这内丹的主人 也不敢去要一个高价 到时候 给自己惹来太多麻烦 我出三百万至尊灵业 这颗内丹便给我了 就在这时 乌莽突然站起身来 满脸笑意地说道 拍卖师乃是乌莽的人 自然也是十分客气地居了一躬 说道 那得是其他宾客不再出价才好 说完 乌莽转身扫了一眼拍卖席位 在下乌莽 买是这娇城的城主 这内丹在下证 需要用来突破至尊境 若是在座的各位愿意个爱的话 在下保证 日后娇城的交易的赋税少一成 闻言 那些刚想出价的人族 以及蛇族 纷纷放下自己的牌子 且不说这个东西 现在到了三百万至尊灵业 自己是否可以拍得起 单是不得罪乌莽 以及日后税 可以少一成 便没有人选择拒绝 拍卖师和乌莽相识一眼 玄机拍卖师便想着落锤 但下一刻 那拍卖锤却如何也无法落下 等等 我出五百万至尊灵业 拍下这枚内丹 五百万至尊灵业 此话刚一出 便是震惊哗然生意片 在场无论是人族还是蛇族 亦或者自由人 还是宗门势力 纷纷朝着硝烟的方向看过去 硝烟和彩儿脸上戴着面具 但是从身形上 便可以推测出 这个人就是刚刚在拍卖场门头 闹出动静 以及刚才灭杀身前强者的人 可即便如此 在场的人 依然对硝烟投来嘲笑的目光 五百万 这位兄弟是对内丹的价值没概念 还是对于至尊灵业的价值没概念 花费五百万来购买一枚内丹 这家伙有五百万至尊灵业吗 该不是拿我们来耍开心吧 乌莽看着那与自己争夺的硝烟 手里的茶杯 都是不自觉地被捏成了粉碎 自己原本不想找事 可奈何硝烟竟然如此步步讲理 只见乌合陈生收到朋友 在娇城还是夹着尾巴做人比较好 蛇族厌烦人族 能给人族以交易的地方 已然是蛇族最大的款数 还请不要在此地生出事端 否则你怕是承担不起 硝烟报完自己的报价 玄机一个玉瓶 甩向了拍卖师 那拍卖师十分自然地接住玉瓶 下一刻便是被玉瓶之中 丹药蕴含的能量给震撼到了 竟然是凡街中品巅峰层次的丹药 甚至媲美凡街巅峰层次的丹药 这玉丹药的品质 足以值五百万至尊灵业 拍卖师忍不住惊呼说道 看到硝烟如此轻易地扔出这样的一枚丹药 在场的人 原本鄙夷的目光 瞬间转化 成为了震惊 这个人类竟然是炼药师 蛇族虽然厌烦人类 但是与人类联盟的情况 也不在少数 尤其是与强者形成联盟 而炼药师自然也就在强者的范围之内 一枚丹药 便可以胜过数十年的修炼 怎能不让那些蛇族 愿意与之交好呢 乌莽城主继续吧 拍卖品不都是价高者的吗 就在这时 乌莽却是笑了起来 火出一千万至尊灵业 只见乌莽用一种十分平静的语气 说出这句话 下一刻 原本仅仅只是被震惊的来宾哗然声 仿佛可以将整个拍卖场先翻 用一千万来买一枚内单 只有傻子才能做出这种事情 可是萧妍却是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至尊灵业在乌莽这里 只是一个数字 他出价多少 和到时候自己实际支付多少 都是自己说的算 而来到娇城拍卖场的商品 大多是黑火 主人根本不敢和城主计较这么多 最终的结果自然变成 只要是乌莽看中的东西 最终一定回落到乌莽的手中 一千万 一个小小的娇城 能拿得出这么多的至尊灵业吗 我觉得 还是跟宝屋的主人说一下吧 无论宝屋的主人 愿意接受这实打实的丹药 还是愿意接受乌莽口中的一千万 我都选择接受 说吧 便是见到硝烟脚掌轻轻一塌 大想要包围住硝烟 将其乱刀砍死的侍卫 直接被硝烟坟烧成了一片灰烬 而乌莽的身体 也是被硝烟震倒在了座椅上面 这家伙居然让乌莽吃亏了 那个家伙可是媲美至尊敬的实力 而且还是这娇城的城主 那黑山人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乌莽刚想要爆发 一旁的拍卖师 却是收到了传音玄机 凑到了乌莽的耳中 说到这内丹的主人 愿意接受那一枚丹药 放弃您的一千万 听见这话 乌莽倒也没觉得奇怪 傻子才会真的有一千万至尊灵验 就算是将他卖了 也凑不起一千万 而硝烟的丹药 却是实打实地值五百万的价格 叔父 现在怎么办 乌莽问道 乌莽先翻自己面前的桌子 沉生说道给他 最后的压轴宝物 这家伙不跟我抢的话 其他的都给他吧 刚才 如果不是乌莽在和硝烟的暗中较量中 吃了不小的亏 想必那内丹的主人 自然也不会这样跟乌莽交往 开死的家伙 在乌莽的怒骂声中 拍卖师将那一枚内丹 交到了硝烟的手中 同样也是将硝烟给的那一枚丹药收了起来 接下来的几种拍卖品 虽然也是价值连成 可对于硝烟而言 并没有任何的用途 伴随着那一件件西式珍宝的顺利交易 除了硝烟那个方向的席位 逐渐的却下来 其他的地方的热情 却是愈发高涨 可是坐在第一排的诸多势力 却是迟迟 未曾有人出手 硝烟感受到 他们应该是属于 天蛇大陆西西南地界的一些蛇人势力 其中最强者和乌莽差不多 这次拍卖的主要拍品 大多是被第一排的势力席位给拍走了 而其他位置来参加拍卖的人族 以及蛇族 看起来更像是走个过场 不过看着这些人的架势 仿佛像是来完成任务的 就算刚才硝烟和乌莽闹成那样 他们其中也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件事情 直到最后一件拍品出现 硝烟发现 第一排帐子里面的诸多气势 开始逐渐上升 而且 这拍卖场的四周 也有几道强横的气息快速出现 下面请出我们的最终拍品 乾坤问心时 说吧 便是见到16名蛇人壮汉 共同抬着一尊石台 缓缓朝着拍卖台上走去 那些蛇人壮汉站起身 起码有着石杖庞大 体型看上去 真可谓是力拔山西气概式 但是在搬那一尊石台的时候 却是十分的吃力 硝烟也是站起身望着那一座赤橙色的石台 他原本还以为这石台 乃是一块像九星子银石那样的小型宝石 没想到 居然是这么大一块 不过看着其干裂的模样 这石台之前 竟然碎了 秦儿 这就是问心时 秦儿点点头 没错 看样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问心时 承载圣言榜排名第六的乾坤问心火的人气 什么 闻言 硝烟更加震惊了 这问心时 不单可以找到彩人的下 而且还是圣言榜排名第六的乾坤问心火的人气 那么拥有这件宝物的话 那么日后自己得到了乾坤问心火的话 使用焚绝 将其炼化吸收 提升实力的成功率 不就更大了吗 在乾坤问心时出现了刹那 在场的人纷纷投来如狼似虎的目光 恨不得直接将其拿下 拍卖师轻轻敲接了一下木桌 想必各位都知道 圣言榜排名第六的乾坤问心火吧 乾坤问心 无所不知 得到了乾坤问心火 便是得到了看穿人心的能力 焚烧人心的能力 以及超越人心认知的能力 乾坤问心火 乃是世间少有的智慧之火 可他出生的地方 却是一块名不见经传的石头之中 此石头经过地心压缩千万年 守护着问心火 自然受到问心火的熏染 成为一块可以寻查世间 一切珍宝位置的灵物 这乾坤问心火 被称作智慧之火 只要得到了这火焰 便是得到了认知一切的智慧 甚至传言 得到了乾坤问心火 可以看到未来一角 秦儿在硝烟的地言之中补充说道 硝烟也是点点头 或许威力不行 是乾坤问心火唯一的缺陷 不然的话 排名应该比起自己的驼舍地言高一些 不过现在硝烟的目标 乃是拍下这乾坤问心石台 得到彩灵的下落 至于那乾坤问心火 自然是像之前自己在斗期大陆一样 随缘相见 尽力得知 海曼师再次笑了笑 各位请安静 这石台乃是一件质苦 若是得到的话 日后遇到乾坤问心火 甚至可以提升收服几率 故而 这石台的主人 开价八百万至尊灵业 或者繁街巅峰层次的丹药 一千万 一千一百万 拍卖才刚一开始 原本那些闷不作声的势力 便是开始激烈叫价 而且看着那些人叫价的方式 似乎一开始便是达到了自己的极限 一千二百万 一千二百五十万 直到一千五百万的时候 喊价的声音 这才缓和了一些 硝烟看和叫价的几方势力 那出价到一千五百万的 竟然是一个长着双腿的少女 是人族 亦或者有着蛇族血脉的人族 那帐子里面 少女的气息并非是最强悍的 但是帐子内 却有着一个实力 同样是媲美于至尊镜的 通天镜巅峰的强者 这乾坤问心 实只是乾坤问心火的一个容器 但是因为乾坤问心火 乃是大千世界最具破坏力的恐怖火焰 而且也是受到其名气的影响 若是从乾坤问心时之中 发现了乾坤问心火的线索 那么这些至尊灵业 或许根本就不算什么 看样子 这个价钱 应该是礁城附近的这些势力 可以承受的最高价了 之前是因为不知道 这乾坤问心时 居然有着如此的约 现在知道了乾坤问心时 和乾坤问心火之间的联系 那么这天蛇大陆 怎么会允许一块如此重要的圣年容器 在这个小地方拍卖呢 其实也很正常 蛇类神兽血脉大都阴凉 根本无法适应圣年的狂暴火焰能量 蛇族如此敌视人族 很明显 这礁城交易区 明显是一块摩棱两可的人族交易区 只要这交城的首领 不上报乾坤问心时这件事情 或许真正管辖这一片区域的宗门势力 也是无从得知这件事的 面对萧妍的疑问 情而耐心解释道 萧妍卿笑道 那若是如此的话 还真的是让我捡了个大便 如果日后真的能凭借着乾坤问心时 找到乾坤问心火 那么还真的是赚大发了 不过萧妍也明白 这一场拍卖会 不过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就算是自己最后拍下了这一块问心时 那么也会被下方的这些个诸多的势力争相抢夺 1500万至尊灵业 还有人出更高的价格吗 拍卖师看向萧妍的位置问道 在场的诸多来宾 也是纷纷看向萧妍 刚才萧妍展现出 自己高阶炼药师的身份 便是代表着 在场也就只有他可能会再去出价 萧妍副手而立 朝着正前方走了两步 两枚繁接巅峰层次的丹药 再加上一枚繁接中品层次的丹药 一下出手三枚这种品质的丹药 就连拍卖师都是忍不住询问道 凡接低品的丹药倒是五花八门 可达到凡接中品层次的丹药 便是可以引来传说之中的九弦惊雷 那一种层次的丹药 可以说可遇而不可求 凡接巅峰层次的丹药 甚至可以极大层次提升 晋级至尊级别的概念 凡接巅峰层次的丹药市场价 约莫是700万至尊灵业 而一枚中品层次的丹药 估计是500万 三枚丹药加在一起 也就变成了1900万至尊灵业 真是个豪横的家伙 乌河怒声说道 而那一位帐子里面的少女 也是被硝烟的这般举动给震惊到的 不过只是震惊了片刻的时间 便是抿了一口面前的茶水 随即叫到三千万至尊灵业 这俩人究竟是什么人 这一次不仅是拍卖师 乌河就连乌莽都是冷冷住 他只是知道 能在他的交城拍卖会 坐到那个位置的 一定是在蛇人族 有着不低地位的存在 但是看着此时这位少女 竟然一下出手三千万至尊灵业 他对于那少女的身份 自然也是产生了兴趣 叔父 乌河有些惊诧道 乌莽却是十分淡定地靠在躺椅上面 无论他们谁得到了这问心事 都别想安稳离开交城 交城的禁卫军已经全部挑来了 精锐也是从府里禁数抽出 乌河继续说道 而反观萧炎这边 对于那少女的继续抬高价格 却也是没有多大的意外 只见萧炎朝着那少女的方向 躬身一拜看样子 小姐是真心想要这东西的 从开始拍卖到现在 除了问心事以外 位于乌莽对面的这个白色帐子里面 就从未有过动静 萧炎刚以为自己自作多情 人家根本不会理会自己的时候 那帐子里面 却是传来了少女轻柔的笑声 乾坤问心火 实在是太过于重了 和她一切有关的东西 自然是不愿意错误 不过三千万的确是多了一些 还请阁下能抬手割爱 少女的声音十分的轻柔 有一种让人感觉沐浴在春风之中的温柔 但是这一招对于萧炎 自然是没有多大用处 只见萧炎摇了摇头 抱歉 这问心事对我来说 也是异常重要 我需要这个东西帮我去找人 所以不能割爱 一枚一轮盛丹 外加一枚凡接颠锋丹药 盛丹 这两个字已经说出口 那拍卖师的小锤 都是没抓住 掉落到了地上 在这交城的交易区之中 竟然出现了盛接层次的丹药 这种级别的丹药 完全是可以作为交易拍卖场的 压轴宝物出场 一枚一轮盛接层次的丹药 起码值三千万至尊灵液 阁下莫不是在矿路 你能炼制出盛接层次的丹药 那少女听见萧炎所说 原本轻柔的语气之中 充满着些许惊差的成分 只见萧炎缓缓缓从那截之中 取出一个玉瓶 打开玉瓶 单箱四溢 一圈深蓝色的光轮 图绕在丹药的表面 除了丹药本身散发出来 极其恐怖的能量波动 那便是圣接丹药最为重要的凭证 竟然真的是圣接层次的丹药 少主 这个人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招人 那守在少女跟前的老玉轻声说道 老玉的声音 自然也是引起了少女的厌烦 以及不甘于是转身怒声 说道我知道了 看着帐子中发生的一切 萧炎确信 虽然这个少女的实力 只有神破镜层次左右 但是 她才是那里面背景最强大的 否则那通天境巅峰的强者 也不可能对她如此这般客气 或者说畏惧 丹药毕竟不是真正的至尊灵液 其价值还是有着一些波折 不知道拍卖师大人 是不是需要请示一下 这问星石原本的主人呢 萧炎笑着说道 只见那拍卖师在乌莽的眼神 示意之下 极其无奈地落出 不必了 这问星石的主人 本身就想要一些丹药 或者说至尊灵液 既然圣丹都出现了 那么多少至尊灵液 能抵得上一枚圣接层次的丹药 该死的小子 我乌莽看上的东西 可不是那么容易拿走 萧炎将那两枚丹药 递给拍卖师 在拍卖师检查之后 旋即便是将乾坤问星石 交到了萧炎的手中 萧炎手掌 放在问星石台之上 感受着石台的冰凉 询问秦二 倒我该如何使用这问星石台呢 等到没人的地方 你在这石台之上打坐修炼 然后根据自己的心意 一定要具象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 便可以大概知道 那件东西现在的位置 竟然还有如此神奇的石台 这还是只是因为乾坤问星火的 轻染造成的 若是得到了乾坤问星 那么岂不是可以十分简单的 就可以在大千世界任意位置 找到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 乾坤问星石十分的沉重 但是 这对于实力达到了 至尊敬层次的萧炎而言 并不算什么 只见萧炎在那16名蛇人 强者的木凳口袋之下 直接一只手拎起了那庞大的石台 放入到了自己的那截之中 这一场竞价的拍卖会 最终宝物的归属 还是落到了萧炎的手中 看着萧炎将自己 势在必得的乾坤问星石 收入到了那截之中 无论是娇城的乌莽 还是那帐子里面的女孩 皆是气愤不良 可当着如此之多的人族 以及蛇族的面上 又不好当面对萧炎动手 只见乌莽稍稍贫复了一下自己情绪 挥手示意拍卖师退下 自己走到了拍卖台的正中央 看样子 今日娇城的拍卖会 已经圆满地结束了 那么今日 我便在当众宣布 一个消息 在圣蛇宗的死灵黄泉剑之中 发现了神蛇血脉 若是可以得到神蛇血脉 各位蛇族的朋友 便可以在血脉等级之上再上一层 若是人族的朋友得到的话 那么便不用我蛇族的寄灵仪式 进行妖娃 同而一举便可获得神品的蛇族血脉 成为高贵的蛇人 死灵黄泉剑 本来萧炎对于神蛇血脉这个词 还不感兴趣 但是一听到死灵黄泉剑这个地方 顿时便是引起了萧炎的察觉 那里不是彩灵最后消失的地点吗 难道神蛇血脉和彩灵有关系 说话间 便是见到下方一些蛇人族 以及人族的强者 开始询问起来 神蛇血脉那种宝物 你就这样直接给我们吗 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私心 要知道 蛇族内能被称作神蛇血脉 那么其生前 必定是拥有着蛇族万兽 绑天绑神兽血脉的 得到它不仅可以让自身的实力 提升一大截 而且最关键的 还可以提升蛇族的血脉之力 即使一些修炼已久的老怪 也是对于这种血脉极其的寄予 乌莽呵呵一笑 玄机扫射了一圈下方的众人 若是神蛇血脉如此容易 便可以获得的话 自然是没有我等什么事情 之所以将这个消息散播出去 也是因为圣蛇宗 和九旋莽宗的人手故作 这神蛇血脉 被一只拥有着 至尊敬级别的蛇族强者 给占据着 目前这名至尊敬蛇族强者 躲入到了死灵黄泉箭之中 我们现在 拿它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才需要一些人手 听到这硝烟猛的 站起身将身前的彩 都是吓了一跳 老硝 怎么了 只见老硝眼眶通红 时不时看见泪水滑过脸颊 找到了 找到了 彩灵 彩灵 她是我的家人吗 彩儿询问道 硝烟重重点点头 不过就当乌莽的话音 刚刚落下 下方便是传来了一些 嘲讽声音 死灵黄泉箭 九箭十万哭 而且那条至尊敬级别的 蛇族强者躲进去 那么谁能找到 乌莽和帐子里面的那名少女 皆是将目光转向硝烟 这也正是他们来到这里 竟拍问星石的缘故 若是得到了问星石的帮助的 那么找到那条 占据着神蛇血脉的 蛇族强者 就不是一件难事 至于如何找到 我便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那蛇族的强者 已然被九旋莽宗 以及圣蛇宗的长老 联手打伤 蛇族最擅长的 就是捕捉空气之中的 血液的味道 找到那个家伙 应该并不是一件 极为困难的事情 话虽如此 可那蛇族强者 毕竟是至尊敬的强者 在至尊敬强者的面前 这辈子就这样了 硝烟听着拍卖场里面 人族以及蛇族七嘴八舌 心里想着 彩灵受伤了 但好在 至少现在是安全的 现在自己 便是要做好 营救彩灵的准备 死灵黄泉舰 那个地方如此的凶险 想要找到彩灵 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得需要抓个舌头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彩儿询问道 硝烟轻轻摸了一下 彩儿的脑袋 先离开吧 舌头自己会找来的 焦城虽说是 天蛇大陆一些 宗门划给人族 用于交易的模糊区域 但是人族 毕竟不能在这里久待 拍卖会议结束 那大型卫免通道的 传送临阵 便是人马没换 可硝烟却是来到了 焦城之外的一片羽人之中 他自然是 不要跟那些人 一起进行卫免穿梭 既然都到了 那么还请现身吧 硝烟和彩儿 坐在一粗壮的树枝上 眺望着远方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就当硝烟的话音落下 几十名蛇人族的强者 皆是踏里虚空 来到了硝烟和彩儿的跟前 将硝烟和彩儿围了起来 你应该知道 我来到这里 是为了什么 他为首的一人 不是别人 正是乌芒以及乌合 一名达到通天境巅峰层次 媲美至尊敬的强者 硝烟点点头 当然知道 取回问心石 以及在下的信念 乌合向前走了两步 大笑道既然知道 他还不赶紧交出问心石 我们还可以考虑 给你的痛快 否则等我们把你的灵魂抽出了 利用毒汁浸泡炼制 生不如死 闻言 硝烟只是笑了笑 旋即看向另一个方向 稍等一下 人还没起 乌合以及乌芒相视一眼 然后看向另一片天空 便是看见那一方空间 直接碎裂开来 从其中走出一个 身穿着淡黄色长裙的少女 以及一名蛇人老 虽说比起乌芒的几十号人 他们只有两人 显得有些寒战 但是那蛇人老玉身上 所释放出来的气息 却是直接镇压了 在场所有的强者 至尊敬的强者 乌芒今生道 在天蛇大陆西南玉 拥有至尊敬修为的强者 不应该是极尽无名之辈 那老玉之前在帐子里面 显然是隐藏了气息 小姐 需要把他们都杀了吗 那蛇人老玉 朝着那少女的方向攻身一拜 少女虽然隔着面纱 但是依然掩盖不住 那惊世骇俗的美貌 穿着长裙 却仍能展示出 傲视天下的身材 少女轻声笑了笑 轻了 您倒是有些不客气了 那可是一位 能炼制圣街丹药的炼药师 听着少女的声音 乌芒似乎被勾起了一些记忆 这个声音好耳熟 我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 只见那蛇人老玉 再次攻身回忆 然后从腰间 拿出一块金色的令牌 令牌之上 用着金色的符文写着 圣蛇 二子 见到圣蛇宗圣女 还不参拜 不用老玉继续视展威丫 只见到那少女人 本身紫色的眼眸 在下一刻 转化为碧绿三花的形状 光芒从眼眸之中闪过 但原本踏地虚空的 娇城镜卫军 蛇人强者 竟然同时 趴在了虚空之上 这个世界虽然没有九彩春天猫 但是竟然也有 碧蛇三花筒 难怪这拥有人族血脉的少女 竟然会成为蛇族的圣女 少女仿佛听到了硝炎的声音 于是笑了笑在下黄烟 乃是圣蛇宗的圣女 颜硝 自由人 不知道圣蛇宗圣女 来到此处 也是为了取回在下拍得的问心事 硝炎询问道 黄烟柳眉轻挑 摇了摇头 不完全是 蛇人族仇视人族 这一条是对于那些自视甚高 却又没什么实力的人而言的 但是对于颜硝先生这种高阶恋药师 无论任何宗门 任何种族 都希望将其拉拢到自己的事 意思也就是说 原本不给你问心事的死 现在变成不加入到圣蛇宗 以及不给问心事 都得死吧 听到硝炎的回答 黄烟不禁一笑 颜硝先生还真的是有趣 死可是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解脱方式 回来到这里 只是为利奥得到问心事 至于其他的自然有办法 有时间让你慢慢屈服 见到黄烟如此有自信的样子 硝炎也是无奈抖了抖肩膀 在下也认识一位 闭蛇三花童的拥有者 你的闭蛇三花童 在他的面前真是相差太远了 就凭现在的你 也想要降服我了 那等我抓住你 还真的想从你口中 好好认识你这位朋友 颜硝 你确定不与我圣蛇宗善了这件事 硝炎将彩儿挡在身后 旋即恐怖的威压 直接显现而出 寒谷从硝炎的那截之中飞出 谁与你善了 圣蛇宗的畜生都得死 当看到寒谷出现的瞬间 在场所有蛇人族的强者皆是 愣在了云地 这硝炎的实力便是不俗 而现在身前又多了一个傀儡 可最惊讶的 莫过于蛇人老于青老 身为至尊敬级别的强者 自然是可以看得出来 那一尊傀儡的实力 竟然也达到了至尊境的层次 而且 级别还远在他之上 笑 小姐 还是赶紧离开吧 这尊傀儡的实力 至少是在无品至尊层次之上 以我的眼力 都看不出其真实的实力 黄烟惊讶地看了眼神前的青老 他知道 青老乃是四品至尊层次的强者 以他的实力 以及眼闭 定然不会看错 眼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黑山人 怎么会有这么高阶的傀儡 青老 你先拦住这个傀儡 等我将那个小子击杀 这傀儡也就停止行动 青老脸上满脸的无缘 说那名傀儡是无品至尊 也是因为 以他的胆质最高 也只能探知到无品至尊的层次 他曾经 和真正的无品 至尊级别的强者交过手 眼前的这傀儡实力 应该远在无品至尊之上 甚至达到了六品 甚至于七品层次 硝烟见到几人 没有后退的打算 原本想要封锁空间的想法 自然也是打消了 在一个实力媲美九品至尊层次 拥有八品至尊巅峰实力的傀儡面前 他青老以四品至尊的实力 能接住十招 都算他有些不排 硝烟利用一年控制傀儡 只是压制住青老就可以了 不满乌合那些人 皆是被黄烟的 碧蛇三花童控制住 此刻全都听命于黄烟 那黄烟 乃是圣蛇宗的圣母 想必对死灵黄泉剑十分熟悉 倒是不必在现在就赶尽杀绝 青老率先出手 猛然一掌拍在了寒谷 如钢似铁的肌肤表面 纵使周围的空间 已然完全地破碎 但是仍然未曾撼动寒谷一步 青老掌心之中 无数条紫色的小蛇灵体 迸射而出 缠绕着寒谷的身体表面 旋即朝着寒谷的周身撕咬而去 可在小蛇完全将寒谷的身体 包裹起来的下一刻 只见寒谷的身形猛然一动 那青老仿佛受到雷霆一击般 朝着身后的方向快速飞去 青老的身形 沿着空间撕裂了一道数千米的口 在后退的过程中 轰碎了几层虚空 才将自己的身形围住 这么强 小姐 快先拿下言消 老生可撑不了多久 说吧 寒谷身形一闪 猛然朝着青老的方向攻了过去 青老只能侧身闪躲 那种级别的攻击 只要稍微碰触 丝毫便会缺胳膊少腿 就算是以青老的实力 也只能是闪躲 承受这一击所带来的空间震荡 黄烟见到青老 被那傀儡完全的压制 原本轻松的神情 顿时也是紧张起来 双眸之中轻光闪过 那些被闭蛇三花童控制的蛇人强者 纷纷朝着硝烟的方向冲杀而去 几十名实力达到灵魂境 神破境 以及三天之境的强者 朝着硝烟袭杀而来 那场面看上去 也的确十分的红 硝烟却是 没有露出丝毫的紧张 只是转身捂住了 彩儿的眼睛和耳朵 笑着说道 这种血腥场面 小孩子不要看 与爸 硝烟猛的一串虚空 九彩的波动 以硝烟为中心 开始朝着四面八方传播开来 那些朝着硝烟冲杀而来的强者 只要是接触到 这股九彩能量波动下一刻 便会直接化作一团灰烬 不过只是两次呼吸的时间 那原本密密麻麻的天空 就已然空空荡荡 那黄烟还没等到自己出手 原本他所溢仗的乌芒等人 便被硝烟一招给屠杀而进 你竟然也是至尊敬强者 清老被寒谷的一击扫腿 踹入虚空 达出一个深达数十丈的大坑 而黄烟也在硝烟的至尊敬危压之下 落入到了那个深坑之中 小 小姐 属下无能 清老满身血迹 趴在黄烟的身前 硝烟收回寒谷踏空而立 走到黄烟和清老的跟前 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可知道小姐是什么人 她可是圣蛇宗的圣女 你还未等到清老接着说些什么 便是见到硝烟手掌一捏 恐怖的空间危压 瞬间作用在了清老的身体表面 在其身前的黄烟 仿佛听见了 清老全身骨头 都碎裂的声音 经脉禁断 清老的一身修为 皆是被硝烟废了去 我没有问你 还请闭嘴 硝烟十分平静说道 你想问什么 黄烟而怒怒圆争望着硝烟 硝烟稍稍捡过了自己的尾压 将彩儿放到了远处一树之上 并用至尊气息 隔绝了那的空间 当才拍卖场所说的 神蛇血脉是什么 黄烟冷冷笑了笑 天蛇大陆的中周之地 每逢千年便会举行一次灵蛇祭祀 唯有那一天祖像之中 才会赐予神蛇血脉 据说祖像的 乃是万兽榜天榜排名 第一天穷胜年榜的遗体 故而十分重要 万兽榜天榜 居然是蛇族神兽 秦儿在硝烟的地言之中解释道 万兽榜天榜 是对大千世界 近乎所有的灵兽神兽的归纳 排名也大都是因为 种类在同等级的战斗之下决定的 但是唯有前三名并不是 前三名的名字并不固定 第三名乃是十二属相共排名 第二乃是四大灵兽共排名 而第一便是创世神兽三巨头共排名 其中之一便是天穷圣年榜 另外两个横宇祖龙 及星圆皇 十二属相 四大灵兽 三大巨头 这些神兽每一种 都是超级血脉的存在 足以让同类的存在一批冲天 萧炎点点头 难怪彩玲得到这神蛇血脉 会被追杀 要怪只能怪那个女人出现的不是时候 在突破未免稚固的时候 神蛇血脉 恰好被她吸引到了身体之中 之后依靠着神蛇血脉的气息 引顿逃走了 最近祖蛇祭坛才探测到 神蛇血脉在圣蛇宗 和九玄蟒宗的领地 又收到问星时的消息 故而来到这交城 萧炎点点头 看样子都是有着私心 不然的话 圣蛇宗怎么会派遣这么一位四品至尊 跟随圣女来到此处参加拍卖 想来应该是这圣女 自己也是有着私心偷偷前来的 带我们去往死灵黄泉剑 若是找到那蛇人强主 你便可活啊 闻言 黄烟却是大笑起来 蛇人族对待敌人 永远是不死不休 想抓住我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我看我们还是一起死吧 说吧 便是见到黄烟的身形 开始出现金色的血丝 而一旁被硝烟废掉的清老的身体 竟然也开始虚化 变作光点 融入到了黄烟的身体之中 妖化 竟然强行吞噬 一名至尊敬强者的灵魂 提升实力自爆 以前在斗七大陆的时候 清灵曾经告诉过 硝烟碧蛇三花童的一些特殊能力 这妖化便是其中之一 一经施展妖化 虽然对自己的身体 有着很强烈的副作用 但可以短暂和蛇族傀儡 进行实力叠加 黄烟的身体 根本承受不了至尊敬层次 故而这一次的妖化过后 迎接她的必然是死 但是此时因为得到了亲王的帮助 黄烟的实力 竟然隐隐触碰到了 无品至尊的层次 一名无品至尊层次的自爆 那足以达到毁天灭地的效果 言消 一起死吧 硝烟却是不紧不慢 无奈摇了摇头 自爆吗 可惜你没有机会 地炎变 在地炎变的加持之下 硝烟的气息 一瞬间提升到了 六品至尊的层次 只见硝烟手掌轻轻一挥 一到空间之门 直接将黄烟的身形 吞噬了进去 未免空间能力 你竟然也是无品至尊层次 黄烟即将爆炸的身形 被吞没在硝烟开辟的 未免空间之中 并没有掀起任何的空间波动 无自量力 不过得到这些情报也足够 是时候启程去寻找采能了 在解决黄烟的麻烦之后 硝烟则是带着采尔离开了交城 黄烟在交城失踪 乌莽乌合被杀 圣蛇宗一定会派遣强者 来到此地调查 这对于本旧敌视人族的 圣蛇宗而言 定然是雪上加霜 日后这一片区域 或许就不会再有人足的交易去了 不过 这并不是硝烟所在意的一个问题 他现在最在乎的事情 还是尽快找到采灵 或许从采灵的口中 才能得知薛 补元以及竹坤前辈的消息 幸好当年在斗气大陆 去往塔戈尔沙漠的时候 记住了蛇行丹的炼制方法 不然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界里面 凭借着一具人形的躯体 想要问路 找到圣蛇宗的总部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圣蛇宗乃是圣蛇帝国的护国宗门 圣蛇帝国与九玄蟒宗所在的九玄帝国 遥遥相望 两大神兽帝国处于敌对的关系 但是为了避免开展有损自己的发展 故而开辟了一块公共区域 而交城便是在这公共区域之内 在天蛇大陆西南域之中 圣蛇帝国和九玄帝国 皆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祖蛇神像所指引的神蛇血脉 便是在西南域 故而圣蛇宗和九玄蟒宗便 同时收到了天蛇大陆制强者的召唤 共同寻找位于死灵黄泉剑的采灵 幸好天蛇大陆的制强者 不是亲自出手 那可是天至尊层次的存在 要是亲自出手的话 你小子可就真的没有任何机会了 再去往死灵黄泉剑的路上 秦儿跟硝炎说道 硝炎则是笑着阴道 眼界太高就是这些自认为强者的通病 不过若是那些家伙 真的敢伤害采灵的话 管他是什么至尊 我也得将其震杀 越靠近死灵黄泉剑的位置 硝炎所感受到的压迫感也就越强 似乎不只是因为这里的环境极其恶劣 空气之中都蕴含着极其浓重的毒气 硝炎释放自身的气息 隔绝了自己以及彩儿周围的毒气 彩儿 你能感受到来自于血脉的召唤吗 这个地方十分适合小一仙的修行 但是却并不适合硝炎 不能 在路上 硝炎给予相应的报酬 从而询问了一些 开辟了灵智的蛇族灵兽 得知这个方向 乃是圣蛇宗总部坐在的位置 但是飞行了几个时辰的时间 却还是在一片浓浓的毒物之中 按理来说 这圣蛇宗的实力 应该算是不弱 怎么说 宗门的势力 应该是遍布这块区域 但是怎么一个蛇族的强者都没有看到 就在这时 硝炎突然注意到 脚下那松软的土地 难道 硝炎向前走了两步 将彩儿缓缓放下 然后示意他 向后退两步 一掌轰击在了地面之上 悬炎爆 一掌落下 恐怖炙热的掌力 直接将地上的土壤 焚烧成了虚无 剧烈的恶臭气息 从地底传了上来 果然 原来圣蛇宗就在这片地狱的地底下 按照硝炎的设想 圣蛇宗的族人 应该是有着特殊的空间穿梭能力 进入到地下 可硝炎 乃是至尊敬层次的使命 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 便可以轻松地去往地下 千丈万丈的距离 只见硝炎抱着采尔 朝着地下飞去 寒谷则是在前面为硝炎二人开路 下降了约莫一万丈的距离 采尔额头上的红点 竟然开始有了反应 一些记忆片段 再次出现在了采尔的脑海之中 看样子 采灵真的在圣蛇宗 寒谷 继续 就当寒谷想要继续 烘碎面前的土壤的时候 却是发现 面前多了一道空间障壁 看样子是这儿没错了 硝炎一只手触碰在空间障壁之上 硝炎的胳膊完全变成了冰块 硝炎见状微微一笑 手掌猛地一捏 原本手臂上的冰块 直接碎裂开来 好厉害的空间障壁 若是硝炎没有至尊敬层次的实力的话 或许仅仅是因为碰触到 这极其阴凉的空间障壁 而被吸干热量而亡 现在怎么办 老硝 采尔询问道 硝炎将背着的采尔 放到了寒谷的手中 再次走到空间障壁的跟前 阴寒属性的空间障壁 也想要拦住 只见硝炎又一次把手掌 放在了空间障壁之上 这一次寒气也是尝试着 吞噬硝炎的胳膊 但是这一次 仅仅只是到了手腕不稳 便是停住 硝炎缓缓呼出一口炙热的气息 嘴角微微抖动 但原本盘踞在硝炎手掌上面 冰寒的阴气 却也是完全消失 但散发着九彩光芒的火焰 顺着硝炎的手臂 朝着九彩壁障的方向 快速飞去 如同星火燎原一般 将原本如冰墙一般的空间壁障化 解出了一道大孔子 空间障壁的确厉 但和我的地盐相伴 还是弱了不熟 硝炎笑着说道 在空间障壁 被破开一个大孔子的瞬间 硝炎 寒谷以及彩儿 快速地进入到这空间障壁的内部 下一刻 空间障壁迅速恢复 成了原来的模样 硝炎收起寒谷 带着彩儿 缓缓落到地面之上 凭借着近乎恐怖的灵魂探测 看看那死灵黄泉剑 是不是在自己的灵魂探查范围之内 可结果却让硝炎大失所望 就当硝炎刚想叹气之余 彩儿却是指了一个方向 似乎有人在呼唤我 在那个方向 在硝炎的感知之中 那个方向的死气 比起其他地方 要浓重几十倍 彩儿感受到呼唤的方向想来 应该就是 彩灵现在 所藏身的死灵黄泉剑 一刻也不敢耽搁 硝炎迅速恢复成为人形的模样 带着彩儿 朝着刚才彩儿所指的方向飞去 不过片刻的时间 便已然到达了万里之外 原本所想的九剑十万窟 并没有想象的那般错综复杂 而是满目疮痍的战场景象 这里 硝炎惊诧说道 看着这个样貌 硝炎确定圣蛇宗 以及九玄蟒宗 为了寻找彩灵已然 将这里抵朝天的掀了起来 但还是没有寻找到 故而让圣女黄泉去想办法 就在里面 就在里面 就在这时 硝炎突然感受到 自己的脖子猛得一两 转头一看 这才发现 一滴眼泪 落到了自己的脖骨之处 彩儿的眼角在闪烁着练花 在彩儿的记忆之中 现在的彩灵 应该是受了很重的烧 硝炎轻轻用袖子 擦了擦擦眼角的眼泪 沉声倒擦没事 有老肖呢 我们去救他 两人全速前行的身形 在这群山山剑之中 来回穿梭 山剑石壁之中 有着不少的洞窟 看样子 这就是九剑十万窟的由来 据说每一个洞窟 都是一个空间 若是躲在其中一个 山剑的一个空间之中 还真不容易找到 硝炎判断 这次一定有着不少的 至尊敬强者 不然的话 也可能那么快找到彩灵 在硝炎找寻到 第八座山剑的时候 终于在自己的灵魂探测之中 发现了大批强者的身形 大约莫三四十道身影错落地 将第九山剑被包围住 恐怖的能量威压 作用在整个山脉之中 山剑毒气缭绕 可丝毫 未曾影响那些强者 而在山剑之中的 其中一个洞窟之中 硝炎感受到 正在疗伤的彩灵 只见彩灵穿着一身 红色的甲皱 贴身的甲皱 勾勒出傲人的身材 可无论脸上还是身体 皆是有着异于 长色的色彩 彩灵 终于找到你了 硝炎笑着说道 九才莽 交出神蛇血脉 以及你的九才本人 老夫可以答应 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的话 杀 顺着老者声音的方向 硝炎看见 三名七品巅峰 至尊层次的强者 一同镇压着这一座山脉 彩灵哪里受得了 这般屈辱 本得化身 成为一座身长万丈的 吞天巨猛 朝着三人的方向怒吼 该死的三个杂毛 那神蛇血脉 自己选择融入到 我的血脉之中 想要拿命来换 区区二品至尊 还想翻天不成 今日老夫便将镇压在此 彩灵的怒吼 并没有正推那 三名七品巅峰层次的至尊 而此次参与 捕捉彩灵的 至尊境界的强者 居然达到了15人 这15人之中 大多数的实力 皆是不弱于彩灵 一时间 15名至尊境强者 共同产生的 威压作用在彩灵的身体表面 将原本巨大身形的 九彩吞天莽 再次压制 看样子 你本来的血脉便不弱 若是得到了你的血脉 再加上神蛇血脉 定然能让我族 产生更强的血脉 说吧 那身穿着金色袍服的老者 一掌便是朝着彩灵的身体 目轰而下 彩灵紧闭着双眼 消炎 照顾好萧萧 不然我死也不会放过 那一掌却并没有作用在 九彩吞天莽的身上 而是在即将打中的瞬间 凭空消失了 但是那三名七品至尊却是看作 掌印并不是凭空消失 而是被焚烧成了虚无 何人多管闲事 那名七品至尊怒声说道 只见无尽的活影 挡在九彩吞天莽的身前 形成一名黑山青年的模样 那黑山青年 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 挡在巨蟒的跟前 眼神锐利地望着对面的三人 赶伤了她 我让你们天蛇大陆所有的畜生 全部错骨扬灰 消炎的话音落下 寒谷便是出现在了消炎的跟前 在其身形出现的刹那 便是直接将原本三名七品至尊级别的强者 给压制住 在那三人看来 消炎的实力 或许还不值得他们注意 可是拥有八品巅峰层次的实力的寒谷 却是让他们十分的忌惮 戴下乃是圣蛇宗的宗主黄蛮 这位是九旋莽宗的宗主莽江 以及圣蛇祖地的魔影 阁下乃是人族 还是不要插手我天蛇大陆的事情 否则 就算是阁下有着这样的一个鬼脸故身 也由不得你这四品至尊层次的实力来撒影 消炎并没有理会黄蛮 而是将自己身上的黑衫 披在彩灵的身上 在看见消炎的那一刻 原本还十分坚强的彩灵 终于忍不住倒在了消炎的怀里 与此同时 那彩儿也是幻化成为一块九彩斑斓的鳞片 回到了彩灵的身体之中 消炎这才明白 原来彩儿就是彩灵的本体的一块鳞片 想必是当初卫面风暴的时候 彩灵放在自己的身上 一同去了洛神祖 可最终在卫面空间的撕扯之下 那块原本在消炎身上的鳞片 还是落到了天沉沉 不过好在在彩儿的带领之下 消炎还是找到了她的女皇 消炎 彩灵望着将自己搂进怀里的消炎说道 消炎在彩灵的额头处轻轻一挥 放心吧 我的女皇 既然我来了 那么就没事了 再见到消炎并没有理会皇板 那天蛇大陆祖地的强者魔影 也是开始发话 小子 我要以为 你现在四品至尊层次的实力 便可以为所欲为 这件事情 是关我天蛇大陆祖地的兴旺 若是 滚 你说什么 我说 滚 最后一个字 铿枪有力 直接将天空之上 那三四十道强悍的身形 给完全地震住 人族还真的是昌桶的霉边啊 这是要主动挑起战端吗 采灵凑到消炎的跟前 轻声说道 天蛇大陆祖地 乃是天蛇大陆的 治强势力的存在 曾经和大千世界世界术的 守护者剑宗 有过一战 但是最后 虽然被天智尊强者青山剑胜打退 可也做出了让步 人族不得主动挑起事端 消炎微微点了点头 玄机怒声说道 你们伤无妻子 是你们挑事在先 最后一遍 不滚 死 猖狂小辈 找死 看上去十分温文尔雅的黄蛮 率先沉不住气 朝着消炎的方向 猛然一掌再次落下 但是手掌还没挥出 便是被寒谷挡住了去 寒谷一拳朝着黄蛮的胸口 硬轰而下 黄蛮只好双臂环绕 做出格挡 一声空间震荡的声音 黄蛮的身形 直接倒飞出千里之外 该死 这傀儡 至少有着八品至尊 巅峰层次的实力 狼将 我们一起上 我隐看着被打飞的黄蛮 面皮抖动了一下 至尊镜层次 每相差一品 都是天翻地覆的提升 以目前黄蛮的实力 是根本不可能 打赢这具傀儡 网将也是点点头 旋即看向身后的 那些带来的强者 圣蛇九旋联盟听令 我等拖住这具傀儡 你们以最快的速度 抓住九彩马 凡是拦路者 杀无赦 是 一时间 天空之上的战役 瞬间达到了巅峰层次 采灵御手 轻轻放在萧炎的肩膀之上 这里面有十二名 至尊镜层次的强者 我帮你分摊一半吧 萧炎转过身将一枚丹药 放入到采灵的嘴里 感受着丹药温和的药品 踩里身体表面的伤口 在快速地恢复着 放心吧 这些个杂碎 伤了你便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一个都别想活 说吧 只见萧炎的身体 迅速火焰缭绕 原本四品至尊层次的气息 陡然攀升起来 四品至尊 五品 六品 七品 八品 八品巅峰 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 萧炎所释放出来的气息 竟然丝毫不弱于 那傀儡身上的气息 就连采灵在感受到 萧炎此时释放的能量 都是感觉到一阵心境 看样子 在斗七大陆 虽然同属于陡地层次 但是到了大千世界 这之间的差距 便是可以体现出来了 这 这家伙的气势 怎么攀升到如此恐怖的层次 见到萧炎的气势的提升 但原本还十分自信的 两宗联盟的强者 顿时待置在原地 而寒谷队上 那三名七品至尊层资的宗主强者 似乎也是隐隐占据着上风 你们在干什么 赶紧干掉那小子 拿下那九彩蟒 魔影怒喝道 在这位阻地而来的强者的胁迫之下 那些联盟的强者 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这家伙的气息 提升如此之大 一定是 凭借着某种秘法 我们人多 拖到这家伙的秘法时间结束 这家伙就死定了 届时 我们再去拿下九彩蟒 变分是浪尺 可话音还未落下 便是见到一道锋锐的齿锋 连带着划破虚空 朝着众人的方向快速袭来 两宗联盟的强者剑撞 联盟共同施展灵力防御 抵挡那一股恐怖至极的攻击 但是就当护盾形成的刹那 众人只感觉到 一阵热风从自己的身前飞过 有一半强者的身形 竟然直接被拦腰撞乱 而近乎形成固态的灵力护盾演示 直接变成了两半 一招 斩杀了六名一品二品 致尊敬的强者 再加上如此之多的三天之境的强者 好强 刚才还十分自信 想要托死硝烟的那人惊声说道 凯琳也是惊叹于硝烟此时的实力 变分是浪尺 在斗气大陆 只是一个低阶低级的斗技 而如今的硝烟施展起来 竟然比起当初的天阶高阶斗技的威脸 还要巨大 死在我的手中 算是你们的荣耀 无名炎帝 炎帝 在硝烟的声音落下 萧炎的身形迅速化作树道火影 朝着剩余两宗联盟的强者闪略而去 不过几个刹那之间 原本将彩琳逼入死地的两宗联盟强者 便被悉数击杀 炎帝 魔影 黄蛮 以及蟒江三人 在与寒谷战斗被压制的同时 也在关注着这边的战局 当看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萧炎就斩杀了三十名两宗联盟的强者 刹那间 就让了黄蛮和蟒江二人坐不住了 他们不知道 这九彩蟒 居然还有着这么一位实力强大的丈夫 否则的话 他们二人说不定还真的会好生好气地 和九彩蟒商量着 取出神蛇血脉 不至于让其一怒之下 和神蛇血脉融合 从而隐藏气息逃遁 可现在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自然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小子 你敢杀我两宗联盟的强者 天蛇祖地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萧炎在解决那些杂鱼后 则是将目光看向那三名 跟寒谷颤谷的宗主 以及阻地强者魔影 哼 抱歉 这件事情 我可没想得上了 我这个人有个坏习惯 不喜欢出手 可还有个好习惯 那便是出了手 便要赶尽杀绝 说吧 萧炎提着玄仲齿 便朝着三人的方向杀了过去 萧炎的加入 让得原本三人 只是被压制的战场 变成了羊圈中的羊 躲避入圈之狼攻击的游戏 只见萧炎的攻击尽到 离起那具杀戮机器傀儡寒鼓 还要霸道许多 随着萧炎一尺落下 最后苦苦坚持的魔影 也被其打落到了地面之上 还有什么遗言吗 都怪你们两个 非得想要活捉这九彩蟒 为了步步紧逼而耽误时间 现在怎么办 魔影怒斥黄蛮 以及蟒将道 这两宗的宗主 也是十分委屈 谁知道这九彩蟒 居然有这种级别的丈夫 两名八品巅峰层次的 实力的至尊敬强者 远不是三名七品至尊层次的强者 可以对抗的 若只是那傀儡一人 或许三人 还有逃走的可能性 可如今加上萧炎这名实力 同样是达到了八品巅峰层次的强者的话 黄蛮 蟒将已经魔影三人 便是知道 今日怕是难逃一劫了 黄蛮的面色最为难看 干枯的面颊 开始冒出些许冷汗 就连身体都是开始忍不住有些颤抖 炎帝 你若是敢杀我等 圣蛇祖地的强者 定然会将你追杀的上天无路 不地无有 相较于黄蛮的慌张 其身后的魔影 便是显得十分的淡定 萧炎和寒谷一起俯视着下方的三人 只是淡然一笑 既然你们敢对我的妻子动手 那便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 且不说 你们是否有资格代表整个天蛇大陆 若是天蛇大陆祖地也这样 那我就将这天蛇大陆杀的血脉断绝 猖狂小辈 还真的是嚣张 以你的实力 在我圣蛇祖地面前 根本什么都不是 魔影怒声说道 旋即咬破双手的手指 在虚空之中 鸣刻出紫色血液的符纹 符纹请客间 便是落到了黄蛮和蟒将的背上 魔影 黄蛮和蟒将 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事 猛地回头却是发现 那紫色的符纹已然成形 他们的身形 开始不受控制地 再次转向了萧炎 只是这一次 二人的目光 显得十分的呆滞无神 如同变成了两具傀儡似的 快阻止那个老家伙 是祖蛇符 凭借祖符 便是可以短暂掌控 自己血脉等级以下的蛇族强者 甚至让他们自爆 都可以 彩灵大喊道 下一刻 萧炎也是感受到了 黄蛮和蟒将 此刻身体之中 开始不断膨胀的能量 没想到这祖蛇符 竟然可以让魔影 暂时拥有 碧蛇三花童才拥有的能力 甚至于可以让两名 至尊敬强者自爆 该死 又是自爆 看着黄蛮和蟒将 身体开始不断膨胀 萧炎本想去追魔影 但是魔影 却已然打开了 空间穿梭的大路 别追了 先撤吧 彩灵来到萧炎的身前 轻声说道 只见萧炎将彩灵抱起来 旋即朝着远处 快速飞去 在萧炎身形消失的一刹那 那两股恐怖的爆炸 直接冲破了 萧炎的空间封闭 将死灵黄泉剑的 无数山峰 尽数摧毁 远远望着这一爆炸的惨状 火影攥紧双拳 炎帝 你给我等着 带我召唤来祖地的墙主 定要将你魂流天使 在飞行了数十万里之后 萧炎这才停住了身心 原本因为接收秦儿的灵魂力量 而提升实力的后遗症 也是完全地显露了出来 只见萧炎缓缓将彩灵放了下 嘴唇煞白地笑了萧炎一声 真的是太好了 不然我都不知道 日后该如何跟萧萧说 这段时间被你当女儿照顾的还不够 难道你是因为害怕萧萧才担心我 彩灵突然问道 这一问 瞬间将萧炎问愣住 萧儿乃是彩灵的一片灵片所化的灵体 回归到彩灵的身体之后 彩灵自然是知道了 所有关于彩灵的记忆 只见彩灵缓缓擦掉萧炎嘴角渗出的血液 你是本黄的男人 你的命属于本黄 萧炎挠了脑脑袋 虽然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但是有的时候 还是会被彩灵点撩倒 下一刻 秦儿也是从萧炎的火焰之中飞出 笑道彩灵姐 放心 我帮你盯着呢 这家伙这段时间 没有沾花惹草 这是 这是我在洛神族遇到的一个朋友 你叫他秦儿变好 他的本体 买是万兽榜天榜的黑尾凤骨音 躯体损坏 这才变成了这份营养 现在是合作伙伴关系 我帮他炼制一副新的躯体 彩灵文言 十分见怪不怪的点点头 萧炎的异性受缘我一直都是十分相信的 放心 我很相信吧 萧炎先是尴尬一笑 旋即认真问到彩灵 雪儿他们呢 现在他们都在什么地方 彩灵深深吸了口气 这才说起 那天在卫面风暴之后的事情 那天 我们看到 一被魂帝傀儡爆炸的风暴 以及卫面空间风暴吞没后 完全陷入到了绝望之中 但是卫面风暴 却并没有完全地暂停 而是继续朝着我们袭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道金光教母护主 大道金光自称太灵老祖 在闭关冥想之际 无意间被这卫面通道所吸引 故而出手相助 太灵老祖 秦儿突然今生说到 那可是五大太古神族之一的 太灵古族的治强者 千年前的实力 就已经达到了 圣品天至尊的增子 现在能在大千世界 胜过他的人 不过五指之数 你们居然碰到了他 采灵微微点点头 没错 太灵老祖的灵体 将我们带到了 安全的卫面通道之中 并且告诉我们 你还活着 但是被卫面风暴 不知道席卷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当时都受了伤 可我伤得最轻 竹鲲前辈伤得最重 于是 太灵老祖便将竹鲲前辈 送到了圣龙大陆疗伤 而轩和谷元前辈 则是跟着太灵老祖 去往了太灵圣御疗伤 萧炎沉寂在胸口处的那一口气 终于可以松了 虽然现在还无法见到轩他们 但是现在至少确定 他们大概率是安全的 那这些家伙 为什么会追杀你 彩灵紧钻着拳头 怒声道全都是因为摩天这个家伙 本来因为太灵老祖的面子 这天蛇大陆的治强者 灵品天至尊层次的魔横 也要给解决 但是他的儿子 摩天却是个不伦不类的拜 魔横 摩天 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萧炎寻问了 太灵稍稍平复了一下 接着说到天蛇大陆的核心区域 名为圣蛇祖地 买是大千世界所有蛇族的心中圣地 而天穷圣眼蟒的遗体 便是葬在那 每隔千年的时间 遗体之中 便会主动渗出一滴圣蟒精血 也就是神蛇血脉 当我击败摩天 当选为最适合这一滴圣蟒精血的拥有者 并且得到这一滴神蛇血脉 准备去寻找泥石 摩天却突然发难 说得到神蛇血脉的蛇族 不允许离开天蛇大陆 于是我就利用刚吞噬精血后 突然提升的实力 暂时逃顿了 这个该死的家伙 萧炎怒声说道 若不是萧炎来的 及时的话 或许此时的彩灵 已然被废掉灵力 捆着带回去了 而带回去 会受到摩天怎样的对待 也就不得而知 秦儿也是十分气恼 那摩天属实是欺人太神 那摩横想必也是十分为难 彩灵姐你 毕竟是泰灵老祖特殊关照的人 他也不好动手 但是摩天又是他的儿子 他不可能对自己的儿子下手 故而对这件事情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彩灵点点头 摩横的态度和秦儿所说 几乎是不谋而合 萧炎深吸一口气 既然那摩横不出手的话 便放过圣蛇祖地 毕竟他们一开始对彩灵 你也有救命之恩 赶尽杀绝 导险了我们领会 我们现在就出发 寻找萱他们吧 先等等 我还要回到祖地一趟 就当萧炎刚想 拿出九星子银石 准备卫面穿梭到太灵古族的时候 彩灵却是拦住了萧炎 为什么 你不是好不容易从祖地刚逃出来吗 萧炎吃惊问道 只见原本沙发果掘的彩灵 也是扭捏了起来 我在祖地 也是建立了自己的血脉种族 那摩影回去 定然会颠倒是非 我一手建立起来的九彩吞天芒种族 必然会受到摩天的牵动